就看画面自己拿个手柄盯着画面自己比划一下不就行了 云玩家云测试 感谢兰赛艺老板送的多喝的水 谢谢看色病老板送的三个多喝的水 给游戏上几分必须上十分 等他这游戏做完了明年发售了 以后国产单机游戏就崛起了 各大厂商都要来做对应的单机游戏了 这算开启国产单机游戏大门的作品 谢谢好大好大老板送的小新特效 感谢你的第一项感谢Darksider 谢谢马克斯威尔老板送的多喝热水 谢谢猪提铁 谢谢西河旺书老板送的小新特效 感谢永恩送的多喝热水 谢谢神经东西老板送的多喝热水 感谢德峰 谢谢造型孙女池烧饼 谢谢侧天宇老板送的小新特效 谢谢贺挺红下酒送的安牛 这游戏制作成本现在已经4亿了 投入的制作成本已经4个亿了 他还要有什么宣发啊 对吧 推广啊 还有一大堆其他的费用呢 谢谢布拉克斯老板送的多喝热水 感谢布洛医师 谢谢猴子爱读书送的教育啊 可以看出来他把这4个亿都投入到游戏制作当中了 没有乱搞 感谢托300大手给老板送的一个保时捷 大表哥投入的是美金啊 不一样 大表哥当时大概7个亿美金 那几十个异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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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元的售价怎么评价我估计他188元的售价是对国内的售价 他应该就是国外售价会高一点 比如说国区售价是188元 但是这个欧美地区的售价就会比较高 像什么398 479这种价格都有可能 肯定是这样的 对国内售价便宜啊 188元 谢谢乌琦缅耀老板送的十个鲜花 感谢莫子轩送的多喝热水 不用担心他亏的 他国外他现在海外的这个名声做的特别好 这个游戏老外都已经说他是明年的年度最佳了 老外还没玩呢 感谢莫子李娜大帅哥老板送的保时捷 这老外就看了这个试玩的视频 他都没玩上 他都说这个是明年的年度最佳了 这老外自己说的 老外对这个游戏的期待可能比国内热度更高吧 因为我们国内的打击环境不像国外那么成熟 因为国外很早就 很早很早就这TV game都很流行了 国内的这个打击环境是有点断档的 玩游戏季的毕竟相对来说人数还比较少 所以老外就是更多的玩家对这个游戏充满了期待 感谢LFY烂好人大帅哥老板送的两个保时捷 谢谢云之卡比兽大老板送的热气球 谢谢猎徒送的帮帮他 感谢雪姨皇帝送的游戏手柄 这线下试玩会去参加的玩家 这个不太会这种游戏很正常的 这里游戏就很多人都是看嘛 感觉自己玩的话有点难 但他其实 就目前线下试玩会 看很多玩家对这个不太熟悉 就是在那乱跳乱砍什么的 但他其实这个游戏还是比较友好的 因为有法术嘛 那法术强度还是很高的 你看后面有个大手子 他玩的时候他法术用的很好 感谢紫苗大帅哥老板送的保时捷 谢谢落花九云书 感谢滴滴大道 谢谢十七十七 我原本以为他这个线下试玩会是 不太有信心的表现 所以没放线上的这个demo试玩 结果我发现我错了 正好相反 他的线下试玩会是一个巨大的宣传 就整个团队对他们的游戏制作 已经非常有信心了 所以在线下试玩会的同时 他还拍了这个 就是 他直接放了这个直播嘛 我去了呀 我驾着云去的 我这云去云观看 这第一个西瓜丛基础中的基础啊 就相当于那个黑文三里面打古达那种感觉 基础中的基础 这个boss特别呆 就巨呆 加上只有一个小小的威胁 就是放群体小西瓜虫召唤 但凡有一点点这个硬核动作游戏基础的 都应该能轻松爆锤他 对他都放的前期boss 包括大家一起看的那个什么虎将军啊 都是前期boss 变招太少了 太基础了 但其实可以看出来他做得很好 那为什么 他细节上每个地方都做得很好 无论是场景的细节 还是boss攻击动作 模型 就说这个西瓜虫吧 身上这个触须 还有砸地板这种动作 扬起的灰尘什么的 做得很好 挺担心的 因为他开发时间太长了嘛 开发了整整 到现在已经整整四年了 开发时间太长了 本来挺担心他做成什么样的 感谢最瘾大老板送的一个宝石鞋 谢谢最久隐凡城老板送的小心特效 这个游戏我认为 我目前认为他做的最出色的 最出彩的是一个角色配音 无论是猴子打动的时候的 一些这个叫喊的声音 还是反派NPC登场的时候的这个配音 做得很好 老虎登场的时候 那个配音做得特别好 刚才那个虫子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右下角那个技能框里面 只有两个技能 基本上是属于 大概前三个Boss吧 你正式版玩的时候 前三个Boss里面 大概会遇到这个西瓜虫 因为我看大家讨论的挺多的 我看了很多讨论 都是说的画面 动作 场景 在我看来最优秀的是 每个Boss的独立战斗的 这个BGM 背景音乐 可能现场也比较吵 然后那个Boss战 背景音乐 你可以仔细听一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线下试玩叫什么呢 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真的实话实说 线下试玩算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情况 哪怕你不去线下 你没有直接进行的这个实际的打击 对吧 但你就看看你也知道了 就是他把他的实际游戏画面放出来 大概大概能看到了 就是就像直播间很多观众说的 他的细节做的做的非常非常优秀 就是人家是用真的用心在做这个游戏 4个亿的人民币投进去 全部画在游戏上了 不像游戏 不像现在有的游戏动不动 80个G 100个G 进游戏之后你都不知道 他的游戏容量做在什么地方 我看有人说这个水像果冻 这是雪啊 如果是因为雪的话 它像果冻是对的 因为雪是粘稠的 那么不然为什么叫雪浆嘛 对不对 它打老虎的时候是在一个雪池里面 就仔细看看这个雪池的 整体的这个光影啊 反射啊 我觉得他把这个雪 这个雪池展现的挺好的 等会儿又切进虎将军的这个直接 对战的画面 有一段挺长的 然后你可以 就是认真听一下打虎将军的时候 这个背景音乐 波斯战的背景音乐做的特别特别优秀 包括后面打那个乌鸦 打那个什么什么 什么猴 那个猴就后有隐藏模式 你在一分钟之内把他血量下到50%以内 他会进入一个特殊的隐藏模式 他会长翅膀 如果你打他雪打的慢的话 他就是 就不会不会转阶段嘛 就能长翅膀的那个猴 在雪地里的那个 那个是有隐藏模式的 很多人不知道 就这个你看 这好像看着像是个妹子玩的 但侧脸看看又不是很像妹子 他的头发里面就这个 如果进长翅膀阶段的话 说明你对他在短时间内造成了沉吊的伤害啊 他会直接逃跑到这个寺庙 然后出这个翅膀模式 75秒内打过半选就出发 游戏会不会上PS5 游戏全平台肯定100%都会上的 因为制作的时候 目标就是全世界的所有游戏玩家用户 谢谢万一老板送的笔心 感谢瘦瘦老板送的笔心 谢谢七宝宝老板送的小新特效 感谢大红子668送的加油 不可能的 这个文化输出国内不会进的 这个游戏社会关注度很高 文化输出国内不会进的 而且他是以西游为题材的 对我也挺关心剧情的 我看了很多这个演示 他都是战斗画面嘛 不是打小怪就是打boss 但是剧情中间好像 有一段就还挺不错的 就是在一个道观 在一个道观有个道 有个就是带着面具的 一个道人说他的这个 同道师兄啊 都吃了一种会蛊惑人的果子 从之前的剧情曝光来看的话 他的内容应该是很全的 非常值得期待啊 比如说盘斯洞蜘蛛女 这个20 就是去年的时候 2022年有一段演示 也是8月20号 他每年的8月20号 都是这款游戏的这个 一个一个曝光日嘛 这导播切的第二个boss 遇到他的一个场景 叫什么尻猴啊 先打小怪 最早放车 放那个就是画面的时候 不是最早变个小蜜蜂嘛 对吧 然后有两个妖精 在那个山上谈话 然后 这个猴哥变小蜜蜂 进入那个山寨 这段剧情不知道在不在啊 然后我觉得有一段剧情 它是肯定会保留的 就是这个大闹天宫那一段 那个剧情100%会保留 应该是一个让你爽的场景 就是一个人打十万天兵天将 这个剧情非常非常起来 但它目前肯定 这个目前的这个试玩 肯定是压着一点 不会把最精彩的东西全放给你 目前试玩还是比较收着的 放的都是三个基础boss 稍微强一点的就是那个老虎 那老虎说实话也挺弱的 这叫赤靠马猴 就是这家伙有一个隐藏模式 哎呀 这个太多喷子是好事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关注 你没有人去黑他 没有人去喷他 说明关注的人少 知道吗 他就很小众 关注的人多了 他才会有喷子 有喷子是好事真的 这个猴动作做的设计的很好啊 你看 他放这个剑技的时候 是用脚放的刀光 不知道你注意没有 他用两个脚指头夹住这把剑 放个刀光 动作做的很好 绝对是有那种很 非常牛逼的武术指导做的 你知道吧 在动作设计上 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会有 很多的这个中国武术元素 和成分在里面 这种东西都很吸引老外的 老外非常迷这种东西 当然这都是很基础的boss 一看都知道 他这我估计这游戏至少四五十个boss 感觉不如大圣归来啊 你可以搜一下大圣归来 那个好像是托尔索小朋友玩的呀 Steam上面是有一个大圣归来的 我也玩过的 那时候看的人还挺多的 但好都是小朋友玩的呀 就没到十岁的这种 小朋友也会长大的呀 他不会永远玩那种游戏的呀 这个明显看得出 这位试玩的玩家 他是比较 确实是比较初级的 就他的 你看右下角的技能 他一个都没用 一个都没用过 他就是 PDA两下 然后闪避一下 战斗系统做的蛮好的 右下角还有个吃豆的 三颗豆 估计还有个这种 就是聚系的大条 估计这兄弟 刚进游戏的时候 没怎么研究过战斗系统吧 毕竟每个就是 线下去参加这个试玩的玩家 他只有35分钟时间 他估计比较珍惜时间 然后 继续冲到BOSS面前 就开打了 震刀是一个 法术技能一样的东西 全身会发黑 后面那个大手子 演示的时候 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到的 他不像那个 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弹反 击败BOSS之后 学会的 打击杆 光从看上面 你说这打击杆 怎么怎么样 有点挺扯的 打击杆完全是 你自己拿着手柄 或者是 键鼠操作的时候 对吧 这跟你实际操作 以及你操作完之后 受到的一个反馈 你才能感受到 这个打击杆 你看怎么能看到 打击杆呢 就像动作片一样 你看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这一拳打在你身上 到底有多疼呢 你感受不到的 对吧 你得实际操作 然后操作出来 你得到的一个反馈 那你才是 真真切切的 这个打击杆 你光说看 我这看上去 打击杆真差 你怎么知道 他这一拳打成 你脸上是真的假的 你又不在现场 现在专业的评论 出来的挺多的 说实话 他这个目前优化 就咱们不吹不黑 他的目前的优化 还是有点小问题的 时间还比较长 到正式版发售 出来的时间比较长 优化问题 出来在什么地方的 在一些植被 非常茂密的这个场景 你看着整个场景 特别漂亮的这个地方 后面会演示出来的 像一个秋天一样的 一个场景上 这个植被 树木 花草 做的特别多 特别细 当你转身的时候 会有点掉针 我看别人 比较专业的人 做的这个点评视频 都出来了 说的挺好的 挺中肯的 然后目前唯一 他说打击杆 有问题的地方 是在哪呢 是在你变身之后 就目前只放了 一个变身 他上面三个技能 一个变身 一个法术 还有一个是体术 之类的吧 那个变身技能 你放的时候 变成一只火狼 他说这个火狼 攻击有错位 然后这就是实际 玩的人能感受到的 我们看是看不出来的 我们看就知道 火狼很帅 登场的时候 这个刀 这个耍的狐狐身风 然后火狼登场的时候 最有意思的 就是那个唆呐 吹的唆呐 听的人起鸡皮疙瘩 马上打老虎的时候 会有眼射 这里马上应该进画面了 无论如何这游戏 都得给他打十分 国产游戏之光 他这显示器的屏幕32吨的 屏幕非常大 简单来说 就是硬核动作游戏类型 简单来说 就是这么个类型 硬核动作游戏 目前放出来的难度 看上去比黑魂要简单 只是因为 现场试玩的玩家 很多是不用法术 也不用上面的那些 标识的技能 也不会改架式 同样你看 有个很厉害的选手 他那些技能都用上 感觉Boss被他血虐 打得像小怪一样 你看这种没搞清楚的 那老虎再放一个技能 再放一个就是 会自动格挡反击的 外加会产生一个隐身的技能 他那个分身 老虎那个 像是一个钢铁分身一样的技能 他就看那老虎 变成一个铁块样子 他还在那猛敲猛锤的 打着打着把自己打死了 给他十分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东西 这么多年以来 是基本上所有中国玩家 最期待的一个 单机游戏内容了 他做出来了 已经做成这样了 没什么好说了 就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 之前有个去现场的 UP主做了视频说的 他说因为现场 做的太漂亮了 这么多的花草树木植被 覆盖率 覆盖率做的就是非常广 基本上满地都是 然后又加上 你看这里好像有盾了一下 是吧 是不是这个画面 就这盾了一下 你看这个枫叶 他做的很细 以震度很高 就这里的优化 他觉得是有点问题的 绝大部分都好 打boss的时候很流畅 感谢清水已被认证 谢谢点点感召号 感谢风机云弹 谢谢周总 最老板送的笔心兔兔 谢谢政务阳光老板 送的笔心 感谢CCNJ送的交易 游戏肯定是全平台的 我看目前steamepic 什么XBOXPS5 上面全都有 游戏机上的我估计会比 会比steam上贵一点 因为索尼要收的费比较高 最便宜的肯定是PC段的 epic和steam上面肯定是最便宜的 他这导播切换 其实是有点目的性的 他是按照boss强度的顺序 来切换这个画面的 就我后来再总结了一下 早上看的时候 我也觉得这个导播切换挺傻的 后来发现导播切换 还是有他的自己的一套流程 这里应该老虎要进画面了 大概 目前这款国产游戏来说的话 算是前无古人 所以大家还是 我建议大伙还是对他不要那么严格 当年放片的时候 已经引起这个渲染大波了 对不对 整个中国游戏行业都对这个事情非常的关注 到目前也是 我也说了 有吵架的人 有黑他的人 确实因为他的关注度太高了 正常 这不是什么坏事 这里是吧 这个玩的小兄弟的声音也给他 现场的自言自语给他 给他定格 老虎玩得好的人 就是几乎就满血过关 说起这个黑神话悟空 最早我看片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是个播片 因为那个片太惊艳了 我感觉实际很难拿成这样 第二呢 我也不知道他的游戏制作公司是哪一家 后来我给这个 给这个播片的也道了一下欠 因为我发现这个游戏制作公司啊 是这个游戏科学 游戏科学是干嘛的 以前制作了一款国产游戏 叫斗战神 斗战神那游戏可是刚出来的时候 玩到差不多这个退服 我全程都认真完了 从这个内测版到公测版 我觉得那游戏非常吸引我 甚至于毫不夸张的说 我觉得斗战神制作的水平 比现在的暗黑破坏神4 还要再高一点 因为斗战神当时做的时候 真的让人眼前一亮啊 只是那个游戏运营 实在是做 实在是搞得太差太差了 公色版运营版的游戏 直接运营黄掉了 直接让里面玩内测的 那些老玩家全部退服 按照游戏科学原来的 自己的制作来说的话 这个斗战神 我感觉够他吃个十年了 可惜后来交给了一个 特别无良的运营 强行给他整黄掉了 所以当我知道这个游戏啊 黑神花悟空是 这个游戏科学 这个制作公司做的之后 我对他也是充满了期待 但是又担心什么呢 又担心他开发周期太长了 这种游戏开发周期四年 那新的游戏引擎上来了 新的这个 制作水准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业界标杆又变了 那时候该怎么办 开发时间比较长吧 很担心 但现在今天放了这个时机 线下试完之后 感觉这种担心都是多余的 就像中国的这个动漫 动漫水平 十年前中国的动漫水平是很低的 现在中国动漫说难听点 全世界第一都不为过 生产力产能太强了 产能实在太强太强 你从这些就是 做动漫的那些美工上面 就能知道了 一个好的动漫美工 两万起步 上不分顶 什么十万二十万的月薪 都能开出来 相对于以前的 这个 最厉害的日本动漫 他们现在已经这个产业 有点枯萎了 我觉得中国动漫 日本 中国动漫达到世界第一 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即便你现在不认可 但是之后肯定是这样的 它的发展前景太好了 我不是在尬吹 因为必然的 这是必然的同学们 十年前你说中国动漫好 没人认你的 今天中国动漫 已经发展到一个 很不错的高度了 在这个前景下面 它肯定会越做越好的 我不买股票的 我从来不买股票的 我只是看到中国动漫 有这么 飞速的发展 有感而发嘛 对不对 可能有很多同学不知道 为什么说日本的 这个动漫产业 萎缩了 跟它的这个经济绝对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我经常关注游戏行业 我知道就是日本的游戏 已经进入一个枯萎期了 日本 你像传统的这种游戏大厂 史克威尔埃尼克斯这种 他做的游戏的这个技术水平 已经很低很低了 他在技术生产力上面 已经比中国落后了很多很多 就小日本特别喜欢玩这个原神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做不出原神这样的游戏 为什么做不出原神这样的游戏 因为技术能力上不允许 就日式的动漫 包括游戏产业 它停留在技术 就那一块门槛上 已经很久很久了 就很久很久没有再发展过了 你像卡普空这种公司 为什么到现在还保持着很高的制作水准 其实跟他的这个海外分公司是有关系的 没说像谁呀 我在这一块是董哥 我真没说像谁 这一块我算是个董哥 我出生的比较早 游戏行业 刚萌芽的时候 就是我出生的时候 我对整个游戏行业的发展历史比较了解 可以说以前的电视游戏 TV游戏是日式游戏的天下 从2010年之后 这个日本的游戏行业就极度萎缩了 原来的那些大厂合并的合并 对吧 被收购的收购 消失的消失 原来的那些经典IP 越做越差 其实史科威尔埃尼克斯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原来史科威尔埃尼克斯是两家 日本这种就是 算是这种国民级的两家游戏公司 一个史科威尔做的最终幻想系列 一个埃尼克斯做的勇者斗龙系列 这都是RP级的鼻祖 时代不同了 时代不同了 两家公司现实合并 合并了之后 现在做出来的游戏作品啊 真的垃圾的一塌糊涂 最好的一部就是最终幻想7了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最终幻想7的重制版 里面有很多还是有这种 做的 一看就知道是他技术能力不够搞出来的东西 比如说 那个克劳德开摩托车这一段 可以看出来他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制作水准 堪称是儿童级的 幼儿园级别的这种 我没点评当前的游戏 当前游戏他正在放一些比较重复的内容 你说我不懂可以关注关注 可以关注关注 如果我说的不对的话 这两家公司为什么要合并呢 对不对 而且这两家公司现在做的游戏产品 没有 基本上老玩家没有人认可的 咱们就说说这个点就就行了 感谢何大老板送的一个笔心啊 谢谢猫小姐送的鲜花 感谢戴门送的教育啊 就拿这次追踪幻想16来说的话 我也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我对他的这个游戏对战Boss的演出 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问题是整体游戏制作确实还是太烂了呀 太多的老玩家已经不买他的账了 现在对SE唯一值得期待的 不就是最终幻想器的重置版 第二第三步了 他现在放在8月23号 德国科隆展的一个展台搭建 任天堂还是强的 但是任天堂难受难受在 他的硬件太扎了 这个AS游戏机被全世界玩家 不知道吐槽多久了 至于索尼 索尼走下坡路是大家明眼见的 对吧 索尼走下坡路都不用多说什么 那神海系列 战神系列都直接到PC上了 那都是他的看门作品啊 来了 打老虎来了 曾经索尼的游戏机销量就是靠他的那些独占作品 骂了个把子 咋又这么迟啊 东西放下 赶紧回去下咋儿 下回再送手了 干脱了大王练功的进步了 老子亲自把你的傻儿子洗干净送进去 那老瓜怂没来 你这拐子脸的小子多少 哪儿冒出来的啊 把你的傻儿子 还说到一个老瓜怂 这地方是石头岭吗 我在想 这老虎攻击力到位的 两拳直接剩一格残血 三拳能捶死你 他不是大仙 他虎先锋 石头岭是三个大仙 虎狸大仙 杨力大仙 虎狸大仙 我就很好奇他说的带王是谁 对不起 石头岭我说错了 道歉啊 我道歉 我年纪大了 精力产生偏差了 石头岭我说错了 剩下送给带王 带王是谁 有没有同学知道带王是谁 黄蜂怪吗 黄蜂怪吗 黄蜂怪是不是黄鼠狼呀 为什么老虎是他的手下呀 因为他修位高一点 冲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右下角的界面那个狼按掉了 他刚才变身术 一共有四个格子 按RT切出来 十字键按右是变狼 法术 RT按上是引身术 如果战斗时间长的话 可以看到右下角那个狼啊 他也是冷却时间会够的 也就是说变身术 理论上是可以在一场战斗中 无限释放的 他不是只能放一次啊 然后RT的十字键左是什么 是吹个烟出来吗 哦是定身术 看到了 用红毛吹定身 看到了看到了 目前他右下角的三个技能 一个定身 一个隐形 还有一个就是变形 这兄弟可以的 他这个技能 技能到了就直接用上可以 通过 好 啊 啊 的 的 2 3 4 4 4 5 7 这第几个受害者了 感谢SG2S大老板送的热气球 第三个了 有请下一位受害者 有请下一位受害者 有剧情了有剧情 大家往后看能看到游戏剧情 老虎放了个分身 敲两下他会有句台词耍你的 然后你玩的猴放风声的话 他也会有对应的台词 确实这人比之前的都强啊 你看他的闪避好多都是精准闪避 闪避的时候会带出风声 刚说完两拳被打爆了 因为老虎攻击力实在太高了 打完老虎能学一个格挡技能 打完老虎之后能学到一个格挡技能 重生是一根金色的红毛从天上飞下来 就这里这里魂类游戏基本上 对战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对话的 他这个角色跟这个妖怪之间对话 还是满接地气的 猴子放风声老虎老虎也会说 老虎会嘲讽你一下 谢谢那是罗虎喵小姐姐送了一个驾驭鸭 第一套打得好啊 完美闪避 然后一套压制攻击 直接把他打后摇了 这兄弟前面三板斧漂亮的 我打这个几次能够啊 大概一次吧 操控一次都是对我动作游戏小子的一个侮辱 当时老头方刚出来的时候 我说我打女武神三板能过 大伙不信 结果第二把过了呀 第一把被他爽了一下 第二把就过了 不是这老虎说能打过是因为已经把他的招数都看过一遍了 对吧 如果是没见过面的boss上来先交学费 那估计死个两三局是正常的 这老虎竞争都看完了呀 毕竟只是个虎先锋吧 同学们 宝贝 为什么有的同学看这个视频 看这个直播会觉得他这个老虎挺帅的 因为他其实那种动作的效果做得好 你看他挥拳的时候是带拳气的 你仔细看挥拳的时候 他的拳砸出来的时候 周围会有那种空气爆炸的这种感觉 你看 现在这两套他被打了 在拳舞的虎 算是这个叫什么虎虎身锋啊 看我挥拳的时候带这个拳气 所以你会感觉老虎 看着就感觉挺帅的 电脑肯定能玩 全平台都有 全平台都有 他可以变身 他没变 他放了一个隐身又放了一个定身术 对吧 他右下角有个变身术他没放 他捏了半天 这小兄弟其实是最接近打过的 可惜了 老虎也残了 他也残了 他不放变身术 结果脑袋又拿去下酒了 今天这老虎 拿猴头下酒 在这个网上已经 图片都做出来了 实在是吃不下了 一个胖老虎捂着肚皮 每位玩家登场是45分钟游玩时间 屏幕上能看到 真不难 这老虎真不难 同学们 真的不难 今天放出的boss绝对是冰山一角 但是同时也能看出 这个目前游戏的总体制作水准相当之高 也不吹其他的吧 我就说他是目前 所有中国自己这个国内做的这个单机游戏当中最强的 毫不为过 看看优化 优化他确实还得强一点 优化打boss没什么问题 场景就是刚才说的 植被过于茂密 场景 花里胡哨很好看的地方 一转头有吊针的情况 什么配置能带得起 目前场上公布的配置不是很夸张 但他目前用的就是这个场馆内 他用的是4070和4080的显卡 开的一个2K的画质吧 开的2K还是4K的画质 就是画面品质开的比较高的那种 这画面可以调的呀 你把画面品质调低了之后 配置自然就降下来了 最低配置应该要求不高的 这是画质全开用的4070和4080 低画质的情况下 就最低配置肯定要求是不高的 游戏预计发售是明年第二季度 明年第二季度 就是明年三月份之后 这边都用的4K的是吧 现场有一个1660态的是2K画面 它动力用的这个背景音乐 就是比较阴森恐怖的那种 百足虫 看上去更像西瓜虫 目前可以添加愿望单 不用付款 添加愿望单在Steam上面 直接搜游戏 把它添加到你的愿望单里就行了 不用付钱 这游戏自由度高不高 它应该不是那种开放性的 开放世界的游戏 就是一个硬核动作游戏 我估计剧情也不会让大家失望 动作游戏玩不来 没关系 到时候发售了来直播间看看 主播大言不惨 号称动作游戏小子 各种博士都是一把过关 一把没过直播间送一个游戏码 送到主播破产为止 本来我想说发售了送一百份的 想想这种好像没啥噱头 不如到时候 你来直播间看 主播这个一把没过就送一个游戏 直播呀 这是直播呀 云直播 对啊 死一次就送一个 当时支持这个国产之光了 感谢艾瑞克王老板送的举牌 感谢混子一送的教育啊 谢谢云生不知处 目前放的试完肯定是冰山一角 我特别期待他那个大闹天宫是怎么做的 真的很期待 因为当时有一段片放的是大闹天宫的一个 齐天大圣一人战十万天兵天将的那个场景 打完之后还有四大天王的登场和出现 哇塞 对期待值拉的太满了 现在能玩点 现在你去杭州就能玩 他这个是线上邀请 名额已经结束了 期待到时候克隆展结束了 他能给那个 就是国内所有玩家放一个demo出来 放个小小的试完板 也让我们这个在座的观众感受感受 在杭州就可以玩 在杭州要收到邀请才能玩 他现在是一个线下杭州试完会 都是之前抽到的这个试完名 能有资格参与试完的名单 本来有点担心他为什么放线下试完 是因为游戏品质不够 现在看了这个试完的直播之后 感觉游戏品质拉的很满 恰恰是他一个非常有自信的表现 可惜了 你离那里十分入 没抽到资格可惜了 手抽六元送定海神针 他不是手游呀 同学 人家就是游戏一次性摆断置的 没有充值内容的 这兄弟挺熟练的 这兄弟打的挺熟练的 不用和老头还比 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对吧 非常有这个纪念意义 里程碑式的动作游戏大作 不用跟谁比 只要我们中国人自己玩 自己觉得好就行了 跟谁比干什么呢 相信他到时候发售了 肯定是开创了一个纪元 真的不用跟谁谁谁比 每个游戏都有他自己的风格 对吧 都有他自己优秀的地方 对的 这句话说的蛮好的 有个同学 我看到他打字这么说 他说 你能把他这个游戏 跟老头还比 说明他做的已经很不错 很优秀了 不买黑神话 不配当中国人 别这么说 这个不至于不至于 但我觉得这个游戏啊 无论是 就是国内的所有 喜欢这个单机游戏的玩家 应该都会入手一份 哪怕是他上班没空 没空玩的话 我觉得他也会 买这么一个作品 因为他确实是里程碑的 这种游戏 哦他可以换法术的 他刚才开了一个那个 定身 那个就是反击定身的法术 还是他在什么地方施法 对的 就像大伙说的 我可以不玩 但我的这个库里面不能没有 小刀消息爆光的是188 内容优秀量大管够 188还不良心吧 地上都是骷髅头 展现出来招式挺多的 我看之前就是 三种 三种 一个是立棍石 一个是战棍石 一个突棍石 然后刚才还有一个 把棍插在地上 然后原地用腿转两圈的 就不同玩家玩出来 招式显示出来不同 还挺多的 有些就是只能 在那甩两下棍子 有些同学打出来 花里胡哨的 是的 188不够一个皮肤 也不够你在 啥啥游戏里 抽出一个角色的 都不够 但是188能让你爽完 国产之光 黑神话悟空 爽完 也没有充值陷阱 那这里他 可以看他RT技能的 那个正上方 就是一个当身技能 那个技能正在冷却中 你看又放了一次 对吧 右下角能看出来 那个技能 那个技能槽 第二次进入冷却 所以这个挡反 它是一个 类似于法术的技能 不像魂系列游戏里面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甩盾牌 就是一个枪反 不一样 这兄弟熟练啊 两个挡反之后 接一个变身狼 伤害数字挺多同学关心的 应该就现场玩过的同学说 是可以关的 这狼恐怕是猴哥在这里面 征服的第一个妖兽吧 征服完了之后 他就有获取了这个变身术 调气 法术准备 安身术 我看那个叫什么 铜头铁壁是吧 定身 上面是棋树 中间是身法 下面是变形 还少一个 第四个技能还没开 这界面看到的讯息 一闪而过 对 他在75秒之内 把boss打掉了50%的血 进入了隐藏的这个 第二阶段 那个叫什么 吃烤尾猴 长翅膀了 有装备系统 我看到有装备系统 有 下一个登场的角色 他就有装备 刚才有同学说了 算是半开放时间 吃烤马猴 吃烤马猴 这东西是怎么长翅膀的 啊 又是 有发行 吃烤马猴 吃烤马猴 封箱 啊 不 吃烤马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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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最低配置1660态吧 铜头铁臂我看清楚了啊 挡反技能就盾 隔挡反技的技能叫铜头铁臂 我大概描述一下这个技能 当你释放此技能之后 浑身会变成这个铜皮铁骨 如果在这两秒之内 敌人对你进行攻击的话 就会自动形成反击的状态 对敌人造成硬直 差不多就这么个意思 可惜他被一个三连的剑气 给直接秒了 他应该是横向闪避的 他选择了纵向向后退 谢谢洛斯基大帅哥老板 送的一个保时捷 感谢南珠1K老板送的多喝热水 感谢穆军送的交易 谢谢最后幻想 感谢今天感叹哈老板 送的十个棒糖 谢谢头发好香送的爱妮 感谢悄悄是别离送的鲜花 前面还有人问有没有跳 这里明显都看出来有跳的 他的药在左下角 是个宝葫芦 应该也是一开始只能喝三口 随着游戏进程的推进 能够增加喝这个葫芦的次数 他刚才上台阶的时候 很明显的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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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少同学说 看着感觉这个游戏打击感差 那咱们就拿大家经常说的那个只狼来比对一下吧 就是正常只狼打boss的时候 平砍砍在boss身上也是没有任何力反馈的 你可以回想一下对吧 为什么会让你感觉有那种打击感 可能是叮叮当当格挡的时候 这个刀光上面有这种火光剑出来 其实这种都是设定很正常的 它毕竟不是黑魂也不是老头环 一刀砍上去哐当一下 产生一个什么 但是你认真看这个游戏 他的动作做的是很好的 普通的小攻击对boss造成一个伤害值 但是并不能对他造成任何的后摇 但是当他用法术 用技能 包括用那个转换架势的那个重棍打的时候 气势是很足的 大伙再看看 后面有一个老手子等会登场了之后 他的重棍用的很多 一棍子敲个一千多 那时候你就会觉得打击感拉满了 会觉得哇塞好爽 这一棍敲下去直接给他贴灵盖都敲爆了 有没有金斗云 他这个东西叫黑神话 黑神话里面的悟空应该是没有金斗云的 你可以期待一下他能不能和蜘蛛精 发生一些什么互动 黑神话里面的白骨夫人和蜘蛛精都是重头戏 以前玩过斗战神的朋友都知道的 主播游戏有没有出正式版 没有正式版快了快了快了 你可以在steam上面把它加入内容你的愿望单 这个索纳的音响弄得真不错 每次听到都有点GP疙瘩竖起来的这种感觉 真的 索纳一吹起来GP疙瘩都起来了 肯定不止狼先锋一个变身的 肯定不止 我估计那个虎先锋大概率也能收入这种变身 这一段是制作团队实地踩锦取锦的地方 蛮好的 他们还做了一个就是游戏制作的纪录片 虽然没有任何的文字语音说明 但是你能感受到他们这个实地趋劲 然后把它制作到游戏里 反正你能感受到制作团队很用心啊 叫什么西西二仙庙是吧 还是西 是西西二仙庙没看错 佛光四 取景时间2021年 然后用一种很特殊的 这个乐器啊 演奏了一下西游记的主题曲 我看好多弹幕都说听到这一段 泪目了 我看好多弹幕都说听到这一段 没有切到打过的 但是现场打过的玩家也不少 有up主发视频打的 就是只差一刀就是满血满血通了 说明其实那波斯确实不难 这他的取景地 他在这里这个采样取景 然后做到游戏里 玉皇庙 有这段玉皇庙 刚才有这段 玉皇庙的话 我感觉他已经暗示了100%是有大闹天宫这一段的 没有 等我上山的时候 大家可以再看看 他的这个游戏里的实际场景做的特别特别好 金雕细琢 真的特别特别用心 游戏出了一半吧 算是出了一半 今天820开启了大型的线下试玩会 国防普照 无辜风灯 哎呀不用不用说希望他是国产的 他肯定是国产之光 开启了这个国内游戏大作的光明之道 光明大道 这是一扇门啊 打开了这扇门之后 以后 这个国内精艇大制作的游戏会 陆陆续续 越做越好 我倒是觉得国内需要有元神 也需要有黑神化悟空 百花齐放 让玩家有更多的选择 你有更多的选择 你爱玩什么玩什么呀 他这手笔应该是定制的 上面写了悟空两个字 为什么大家都是站着玩的 这个我想站着玩 这个人体血液流动更顺畅一点 这里来剧情了 看看游戏剧情 小居士 你尖嘴缩塞 鸡瘦面黄 一副劳病鬼模样 莫不是也中了虫毒 这国内生有一种异虫 名秦郎 生食其卵可功力大增 只是那幼虫一旦孵化 并将五脏六腹啃尸殆尽 空留一具不死的躯窍 我这些师兄师弟 各个都不信息 贪功冒进 见着扁持 如今 多半要是无一了 小居士 你若有心 便带我了结他们 同门一场 我下不去手 这里第一是一段剧情的展示 第二是刚才有这个观众问到了 游戏有没有装备系统 你看这里猴哥的装备就变了 对吧 棍的造型我没有太注意 但他身上穿的衣服 面甲 和之前都不一样了 然后我还看到把菜单调出来 防御力是有区别的 两件衣服 一件是43法 还有一件是53法 有装备系统油 然后这次这个演示的人是个老师傅 他很熟练 等会你可以看他动不动使出那个甩大棍 很有打击感的那一下 1000多的伤害 谢谢DavidJ老板送的举牌 感谢封一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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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 谢谢SIN送的教育啊 感谢一过赏就困送的教育啊 我猜可能是主办方请 这个参加试玩的那些玩家都吃了饭了吧 然后没给他准备凳子 因为你刚吃完饭坐在椅子上容易犯困 这是我的一个 无责任胡乱猜想 感谢爽全 全哥爽总大老板送的一个保时捷 谢谢全哥 祝全哥敌克大得大 想多大就有多大 谢谢SOP 一迪送的教育啊 站着玩提神呀 对我那个是我胡说八道的 来了 这下够了吧 这下打击感够了吧 确实有好多同学说这个纯抄袭啥的 这游戏行业有啥抄不抄袭的对不对 好玩就行了 有啥抄不抄袭的 那当年你说那阿元铺天盖地都说他操塞尔达嘛 那人家现在不也成功了吗 全世界玩家都认可了 其实抄不抄也没什么 你关键能抄得好 且有你自己的东西 好好好 好玩就行了 其他大家都不在乎的 感谢刚刚老板送的多喝热水 迷到人 我好与师傅交差 他要正好用当生技接了他一招野马跳剑 空中三连灯 这无数指导做得好啊 猴哥会不会说话 你听他有声音的 嘿 显然他是会说话的 但是秉承一个原则 狠人话不多 所以这次这个演示里面 试玩里面猴哥没有说话的地方 从不说话 捶你就完事了 够不够 打击感够不够 作为一个硬核动作游戏 你也不能每一下都是 直接能把这种基因怪 或者BOSS级的人物 都直接棍棍甩倒在地 全都打出硬直 那就不合适了 对不对 所以普攻是这种轻棍 小攻击 没有力反馈是正常的 预想中的PR阶段 这里迷到人应该就是变成了他之前提到的那个禽狼虫 琴是弹琴的琴 狼是蟑螂的狼 琴狼 更像是一个肥狙 对 有同学认真听这个背景音乐了 我觉得这个BGM背景音乐神终神 这一关给他敲帮了 我 好 好 特别 正式上线时间预计2024年第二季度 目前演示的是线下杭州一个展会的实际试玩 全国范围一共抽取了1000明星游玩家 参与这个线下实际试玩 这个蛇实在是爱不起来 但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蜘蛛精 和白骨夫人 这时候我确实欣赏不来 这东西好生收着 善家运用 妙处无穷 快去救他吧 困在那里想一生不如死 从小看他长大 我下不去手 灵运653 灵运估计就跟那个 那种魂差不多吧 应该可以点着可以加各种点数 就这样没有了吗 还有后面马上衔接上的是更精彩的对战蝎子精的一段 蝎子精那一段 我觉得是目前Boss战也是做的最好的一 最好的一 这个这一场景了 因为他是个隐藏Boss 又切到虎先锋了 又切到我虎哥了 偷偷拿来下酒 剩下的送给带王 这角落里都是猪腿吗 暗示八戒已经被大蟹八块了 太快了 我虎哥这个 糟蹋玩家的速度太快了 感谢北渡 谢谢自愈 谢谢夸张 谢谢Joboy 感谢悄悄别迪送的鲜花 谢谢蛋蛋优伤送的点亮 他不是水面效果 他是个血池啊 所以有的同学说 看上去像那种果冻的效果 我刚才一开始说了 血池有这种粘稠的感觉 所以你看出有果冻效果的话 说明他这血池做得好啊 因为血有粘稠度了 这位玩家 摄影机的游玩时间 还有十分钟了 他可能已经被虎哥 整整欺负了得有三十分钟了 因为每位玩家的 总游玩的时长是四十五分钟 这个百姨少年 估计被虎哥欺负了得有三十分钟 光他就贡献了 至少二十个猴头吧 他太快了吧 这老虎走起来 还要用扭胯的 很嚣张啊 我去必然一把过 他这个利棍式也是有三段的 低到第三段的时候 棍子会特别长 直接人竖到天上去 老有人说我吹 我就吹吹这国产之光 咋的了 咱国人自己做的游戏 对不对 大伙都觉得做的还不错 我吹吹他咋的了 不能吹吧 傻配只能玩 最近说一六六零态 耍你呢 老虎来自于 虎先锋的风声术 最后玩家用那个变身了 他变成狼先锋的心态了 做的蛮细的 这老虎身上都是毛 毛发挺这个茂密的 挺茂盛的 老虎毛发很茂盛 然后狼先锋的火刀 斩在他身上的时候 会直接把他点燃 老虎的冲锋刀 还有个配音 很宗耳萨 他叫的是笨货 我终于听清楚了 他妈玩家是笨货 老虎他就是放分身的时候 首先是把身体硬化 然后灵魂出窍 留下一个假的躯壳 你敲在上面 他会骂你去笨货 然后他的真身出来 从侧面对你进行一个穿刺攻击 让他边狠了 他这个战场 遇到神经历 算了 要是 开火 来 有 草货 正 屈够 屈fern 屈 屈 有人過關 肯定有人過關 沒有特別華麗胡哨的技能 但其實Boss戰你會玩的話打得很好看 觀賞性是很強的 馬上會有大手子再次登場 剛才穿著那個像鬥戰生活鬼面金甲一樣的那個老師傅老玩家 等他再次登場的時候他會把這個戰鬥打得很有觀賞性 切換到終場了這個是8月23號 遊戲製作組這個遊戲科學要去參與8月23的德國科隆展 他們在德國搭建這個展會展台的這個場景 有有有有有彈反 彈反是一個技能 剛才跟大家說了 那可以關注等會兒那個遊戲畫面的右下角 戰鬥場景的右下角有四個技能 其中有一個就是彈反 是叫銅皮鐵骨嗎 我把那技能名字給忘了 叫銅牆鐵壁對 那技能叫銅牆鐵壁 整個身上會發成 會變成這個黑色 黑金的狀態 他是算秘術一類的 和隱身術在一塊 你裝了隱身術就不能裝這個 裝這彈反就不能裝隱身術 這次倒是沒把老虎打點燃 點燃了 大概造成一定的傷害值之後 老虎會進入灼燒狀態 騎術 法術 毫毛和變身 我看到有個觀眾打出來了 在右下角有四個框 騎術 法術 那個然後是吹毫毛 還有一個是變身 角色一共有四數 四數裝備就是 每個裝備欄裡面都有很多種選擇 那個反擊技能銅牆鐵壁啊 就是四個技能當中最上面那一個 現場試玩會嘛 總共有一千人嘛 就這樣還得輪來了 這段就是你可以看出他的畫面直被 這個鋪的非常滿啊 然後做得也很細 這種枫葉啊 地上的這種什麼草啊 花是沒什麼花 演示了一下 場景有互動可以破壞的地方 紫雲山 對吧 遠處應該是一個黑色的妖氣吧 剛才對焦的那個視角 遠處有個黑色的妖氣 應該是有什麼大妖 這之前的那條蛇妖 他在自言自語 好像是他老公被誰 被誰給弄死了 但他戰鬥力太弱 無法給他老公報仇 來自祭道王夫 我怪罪 我本是個魏王人 來自祭道王夫 魏王人是什麼意思啊 這個衣服上全是銅錢 喔 衣服還分什麼中品上品下品的 是寡婦的意思嗎 就是寡婦的意思啊 喔 老公死了 就是這個 就是寡婦 你看 這裡就有了四個法術整備 還有個縮地 縮地應該就是在這個香爐面前進行傳送吧 對 這是一個硬核單機動作遊戲 藏經理比較少見的這個小怪 小怪是棵樹 有點像那個 銀河 銀河護衛隊裡的那個Gluto 糟了什麼 糟了兩小樹苗 這東西像脖子似的 個頭特別大 不過他水量不高 一套連下去半血就打掉了 這棵樹能摘點果子 摘的是什麼啊 摘的是叫樹珍珠 一共摘了三個 反滾肯定是有無敵增的 那個霸體反彈技肯定也是有的 不然像剛才這種虎將軍的拔刀突襟技 躲不了 遊戲在Steam上已經上架了 但他是一個只能進行願望單的狀態 還不能付費 這是個什麼東西啊 這是個 這是個蜥蜴啊 哦 是個蜥蜴 是個四角蛇 遊戲畫質主要是因為 他這個 用採集卡弄 肯定不是原畫那麼超新的畫質 再加上我們這個應該算是暗次轉播 所以畫質肯定不是在現場看到的那種 最主要的問題是他原地的這個植被啊 太多了 就畫面做的 做的很好 有這種在深山老林裡深入其境的感覺 就這裡的 這段戰鬥做的很出彩 大家可以 單機硬核動作遊戲 不是網遊 遊戲名叫黑神花悟空 關於角色技能大家可以馬上看一下 這個 現在演示的這位選手他挺強的 我是碰壞了老子的酒台 你好看 對 是個端遊 能進冤枉單 但是還不能付款 不用急著付錢 炸彈 這什麼怪 我易於放你 叫什麼獨敵大王 你不要與我為難 自尋死路 你先好像有個天神就是的 出招的時候會 哇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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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神我知道好像是 天宮裡的大力神好像就是這樣 天宮裡的大力神好像就是這樣 叫巨靈神對 叫巨靈神 巨靈神當年討伐那個花果山水電洞 開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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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仔細聽這個被敵音樂 拍那种小块板 然后节奏有变化 他现在放的是一个反击 但是那蝎子没出招 对这个boss是个隐藏boss 你可以选择打不打 如果把九叉子打破了 就是以他为敌 这些奶盖送的教育啊 感谢你 感谢隔壁老鱼送的鲜花 感谢念成功送的教育啊 谢谢悄悄是别离送的鲜花 感谢萨萨大老板送的两个热气球 大伙和谐讨论 不用骂人啊 没必要对吧 玩个游戏大家开心一下 骂人就没必要了 你喜欢你就说你喜欢 你不喜欢 当然也可以说你不喜欢 没必要跟别人吵架 别人跟你无缘无仇的 娱乐一下开心 开心而已 这场boss战其实做的已经很优秀了 玩家本身也挺强的 然后boss的技能也花里胡哨的 场景搭建的也很漂亮 建模对吧 各方面都展现的很好 然后加上优秀的背景音乐 还有这个变身技能 吹得小索大 啊 這是他新放的一個法術吧,吹蠔矛放了四個猴頭的分身 之前這個技能沒演示過 哇塞1352,直接給他敲燜滴了 這是他剛才右下角斬了三顆痘的三星技能是吧 散三顆痘的三星應該是他的棍鼠,滿星的棍鼠 蟹子看著像打醉拳一樣突然爆發,突然爆發的時候這個特別靈活,非常敏捷 漂亮,最後他用了一個銅皮鐵骨,打了一個反擊,然後接了一個滿星的棍鼠 逆棍鼠,突棍鼠,三種棍鼠,一個是把棒子撐起來,一個是蓄力向遠處突刺 還有一個像是一個橫掃一樣的動作 對正式發售時間是2024年的第二季度 這個是在杭州舉辦的8月20號線下試玩,試玩的料很足啊 我現在看下來一共是五個boss 老虎,蝎子,百族蟲,加上那個赤鎬馬猴 還有一個是在房頂上的,房頂上那個他這裡演示的很少 剛進場的時候看到有個在房頂上的,可能那個比較弱,就是那隻狼 現場玩的小姐姐也挺多的 現場好多妹子在那邊試玩 那個叫什麼,輝月魔君是吧 這是今天早上的一個試玩的錄像嘛,因為很多人早上睡覺或者各種原因沒看 我也是早上沒看到的 晚上就拿出來看一看,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本來也是一個 內容展示嘛 他本來也是一個遊戲內容展示,一個推廣 一個一個就是 關注黑神話悟空 很多遊戲玩家 讓玩家看他這個實現內容是什麼樣的 這是官方的 這是官方的內容,不是別人自己不知的 官方肯定是希望更多的玩家看到 這不是髒狼,這是百族蟲 他其實是西瓜蟲的造型 然後又漲了一百 又漲了大概 二三十條腿 正下方有他的名字 叫百族蟲 目前大家知道的價格是 188呀 188 可以說PC端絕大 極大的概率就是188的正式售價 對呀 PC端那個 Steam和epic都上了 我看好多同學都說188擔心 遊戲製作方收不回成本 大家甚至於擔心他這個 不夠回本 有有有有 CS5上有的 3060肯定能玩了 他目前最低配置 最低配置寫的是 1660吧 1660泰 主機端的我估計會稍微貴一點 但這東西由廠商說了算 這大家這大家 這塊聊的只是玩家的預估 好 頭上有個蛇妖的臉 沒看出來呀 百種蟲入門級boss 幾乎所有玩家都能比較輕鬆的 打過去 這位小姐姐穿的還挺風涼的 這現場試玩的小姐姐至少看到十來個了 這鏡頭給到這兒嘛 我就隨便再說了一句嘛 那鏡頭給到這兒嘛 我就隨便再說了一句嘛 剛才有人說CJ的所有展會也是這樣的 這個赤靠馬猴怎麼還給還會給玩家 下跪的 是不是一個 假裝的這個投降的動作 然後你跑過去的時候他就暴打你一頓 對吧 是個假的求饶動作 你靠近了他又會拔刀偷你 所有平台上都有 遊戲在所有平台上都有 他的界面就沒有 就沒有可以放變身術 我剛看了他界面上沒有變身術 也有右邊那個狼 只是不能換是吧 變身術有 有一個狼 但那個狼是 目前只有這一個 無法切換 我來抖音挺久了 我來抖音有一年多了 黑神話裡面有沒有唐僧啊 我以前玩鬥戰神的時候好像真沒有唐僧 以前玩鬥戰神裡面牛魔王 小龍女 二郎神 還有個羅刹 二郎神叫神將 好像還真沒有唐僧 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西游戏 他叫黑神話悟空 顯然是有很多的這個 和你記憶中的西游戏完全不一樣的這種設定 後面會有剩三 羅戰楊撿全都有 製作組也是對鬥戰神這個遊戲的作品有很大的 抱著很大的缺憾嘛 抱著很大的遺憾 所以做這個黑神話悟空是憋著一口氣的 這畫面看著3060不夠 他演示的遊戲用的顯卡是4070和4080 好像開的還是4K的 所以你3060不要開全效果肯定是夠的 我感覺大家不用太擔心遊戲配置 不用太擔心 他的最低配置肯定會放的很低 只是你最低配之下畫面沒有他這個目前展示的那麼好 目前展示的畫面大家看到的不是原畫 和原畫差距至少有10倍吧 極顯我感覺大概率應該不行 極顯應該大概率不行 極顯的話他這畫面要展示出來 比較好的畫質我感覺4070肯定行啦 就4070差不多看到是最高畫質了 大夥都很關心什麼配置以及發售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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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的這個 遊戲科學這個遊戲公司他還會繼續進一步優化的 會上的會上的 主機上都會上的 有地神說他的法術是可以替換的 法術是可以替換的 哦這裡是他的排隊隊伍 上面試玩的人45分鐘到了結束 你看現場真的好多小姐姐 感覺佔個20% 10個玩家里有兩三個都是妹子啊 說實話這打破了我比較刻板的印象 我覺得這種遊戲妹子玩的很少 沒想到現場玩這遊戲的妹子還 就在那個就是試玩站在試玩台上的都不少 不可能絕對不是氣氛組 因為他是抽取名額的 怎麼可能是氣氛組 你看這個畫面他把棍子撐在上面再看周圍的場景 因為他導播切的都是那種打boss的畫面嘛 這個小兄弟在搞探索 這是導播直接切的不是我切的同學 呵呵呵 今天直播間也來了很多老觀眾啊 來斗因挺長時間了 可能我們之前 沒有沒有互相遇到吧 今天緣分又到了又又刷到了 好久不見好久不見 他的遊戲名叫黑神花悟空 有同學問這遊戲是不是只有這個角色 那我估計應該必然只有他了 如果有其他原色的話他就改名叫黑神花了 悟空那兩個字就去掉了吧 很明顯主角就是這個猴頭 然後按照原來的故事設定啊 你也是一個石猴 但這個時候可以是任何人 是你是我也是他 和原著這個西游記還是有比較大的差異的 啊整個故事的背景設定有比較大的差異 然後玩過斗戰神的玩家朋友會比較熟啊 他這裡就是導播切畫面 然後這個 整個兩小時的試玩會到此就結束了 其實展現的內容也很足了 我記得右下角有個框吧 叫碎碎年年不同 人生皆是相逢 天命人明年夏天再見 明年夏天我們就正式相約這個 對吧 明年夏天就是第二季度嘛 正式相約黑神話 悟空的正式版了 然後23號還有一個克隆展 23號有個克隆展應該也不錯 還會有些不同的內容吧 沒有女兒國不玩 那還有盤斯洞呢 還有白骨夫人呢 還有盤斯洞和白骨夫人 目前弄的還可以 目前確實各方面表現的都是OK的 好了再給大家發個福袋 遊戲確實做得不錯 有些同學問他只有手機怎麼辦 只有手機的話 你可以玩一下同類的遊戲啊 這個直播間有一個小手柄 小手柄點開有個同類遊戲免費下載 類型差不多也是動作遊戲 鬼氣巔峰之戰 手機直接下載免費 免費隨便唱完 你不需要遊戲機也不需要電腦 感謝一萬露露送的點亮 謝謝 謝謝星跳送的交易啊 感謝就是看看送的點亮 謝謝伯爵老闆送的多喝熱水 謝謝小西窗老闆送的多喝熱水 感謝蛋蛋憂傷 謝謝 本亞送的交易啊 感謝打不過就得跪下 老闆送的多喝熱水 打不過就得跪下 是虎仙風的另一句臺詞啊 KO玩家虎仙風兩句臺詞 一個是猴頭留下 然後另外一句臺詞就是打不過就得跪下 感謝朵薩爾送的小黃冠 感謝枝友送的傳承印記 謝謝四破傷口送的棒棒糖 感謝江南送的小黃冠 謝謝浩哥駕道送的小黃冠 感謝心跳送的交易啊 謝謝抱歉你不配大老闆送的一個保時捷 感谢叶空送的加押 今天感觉是中国游戏行业上 中国游戏这个行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天 黑神话悟空没有让玩家失望 他这次放出的这个线下试玩品质非常的高 当然还是有小瑕疵小细节需要抠一抠的 但是这么多年很多玩家对他的期待 他也是用心认认真真地做游戏了 我觉得他这个线下试玩会放出来之后 很多玩家就像刚才说的 我就算不玩我也会 对吧 我就算不玩我也会拥有一份游戏 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他这个诚意满足的 做的东西很优秀 逃货了逃货了 搞一会儿逃货 800以下你都支持啊 不用那么贵 188 188 刚才说了嘛 中国游戏行业 中国游戏这个 中国人自己做的游戏 有原神也有黑神话 那才是百花齐放 我上次说了 我觉得中国游戏 中国游戏在手游这个方面是属于弯道超车的 目前中国游戏的手游行业全世界第一 这个确实不是胡说八道 中国游戏手游除了原神以外 还有很多很多非常优秀的手游 手机游戏作品 中国游戏这个手游是全世界第一 但这个手游的模式呢 相对来说 确实又是有些玩家感觉承受不起的 动不动冲个648 可能一个角色抽不到什么的 对吧 当然这个东西 这个他做的是蛮成功的 有原神也有黑神话 才是更好的中国游戏产业 单机游戏 这个是大家特别期待的这一款 尤其是玩了很多年的这些游戏老玩家 当时他这个片放出来的时候 震动业界嘛 行业关注度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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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是呀 我刚才说的是大实话 有时候648下去不一定有一个角色呀 真的不一定有 把你的摄像头看一看 等一下 我看一下我摄像头有没有 我去瞧一下 哎呀 我怎么到这儿去了 我出来了 我就给自己弄一个很小的地方就行了 哎呀 昨天躺床上一晚上出了一身的汗 到现在还是最主要昨天骨头有点疼 你举报的玩家啊 已经被禁止了 说明还官方还是管管那个外挂的 这个是那个剑气哥 剑气哥 他的ID叫专干老王 专干老外 看错了 说是说专干老外 打的全是打的全是同胞 骗子 我的装备穿得不错 被这个专干老外 开外挂给弄了 很愤怒 我很愤怒 真的很过分 先来把术士热热身吧 8块钱的术士 没有任何负担 热个身 这是现在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 动作对抗游戏 叫做打卡人的打可越来越暗 热个身 8块钱的术士热个身 最近疫情再度来袭啊 大家这个记得出门戴好口罩 做好防护工作 累了就多谢谢 今天状态状态 其实一般嘛 今天状态其实一般 因为刚才 刚才也是放点 那个就是早上 官方录制的这个 黑神话 现场试玩的内容 所以没自己操控 也没啥累不累的 现在放的游戏 叫越来越暗 也是个硬核动作游戏 怎么说 兄弟 哎哟 怎么说 扰到我了吧 出出手 一哈 脚渣恶徒 感谢开火龙送的点亮 谢谢蓄玉烘前送的按钮 感谢吃面多捞送的点亮 谢谢用户506616送的闪耀星辰 感谢CCC送的帮他 谢谢多卡卡送的帮他 感谢简单男孩送的教育啊 啥时候来的抖音 来抖音挺长时间了 正好没手套带一个 来了一年多了 虎牙混不下去了吗 虎牙不给钱啊 虎牙这个弄着弄着突然不给钱了 欠了大半年的工资一直不给发 其实有没有可能不是我在虎牙混不下去了 而是虎牙这个平台自己混不下去了呢 啊同学有没有一个可能是这样的 就他的股票跌了已经一塌糊涂了 然后公司里的这个大老板走的走散的散 离的离 平台里面很多主播各种欠款发不下 甚至于你在虎牙看个高清 你就是要付款的 有没有这种可能的 就是吧 你看传统平台确实不太行了 有时候人生都是有选择的嘛 那你刚才都说了 刚才有兄弟都说了 连叙叙宝宝人家这个这么大的 对吧 主播都都在斗鱼不呆了 你说他是在斗鱼混不下去吗 这个东西都来自于 都来自于一个选择 既然你选都选了就别后悔了嘛 这俩罐子啥都没剩 我还是得早点去外圈 不早点去外圈容易出事 现在播出的游戏叫 打卡那打卡越来越暗 呦 强行走进来 头上都找屋子了 还往里冲呢 不是 不管我倒不倒没关系 抖音平台是不会倒闭的 我去过的平台 对吧 很多都面临那个啥了 行业确实也不景气了 不管怎么说抖音平台是不会倒闭的 我倒不到没关系 平台不倒闭就行了 现在播出的叫 黑神话大战哥布林 就这样吧 有好的同学问 哟 后面有人 说不一定的朋友 你感觉这个平台有什么倒闭的迹象吗 他目前都是越做越好啊 所有都是向好的方向 再说咱们这儿播游戏也就是混混 对不对 人家主要不是做播游戏的 平台最早主要是做那个 做短视频做带货的嘛 他不像传统游戏的平台 多少多少钱签个主播 然后一年 亏空太多 然后容不到钱 然后就就嘎了 并不是这样 我有点不敢上去了 上面有点吓人啊 有个野蛮人在头上大喊大叫的 这路有点不好走啊 去东面 他要下来 上面框框框 怕下面不刷传送门 有点害怕啊 我现在玩的这角色是个术士 感谢顾客摩康套经义老板送的举牌 谢谢咔咔咔送的交易啊 先把这门给他敲开 然后从这里倒个外去 游戏在哪里下载 我把这个框给你显示一下 游戏下载在画面左上方 他这个是独立的一个下载平台 你别说Steam上面还真有一个游戏 叫黑神话无能 还真有 真的有这么一个游戏 悟空无能无尽 悟空是猴子 悟能是猪猪 黑棉花无能 反正挺扯淡的那东西 就是个恶搞 品质一塌糊涂 完了呀 这门好像刷头上了 闯祸了同学们 又闯祸了 你应该出不去嘞 你应该看样子就被困在这儿了 他带了好多怪我 他带了好多怪我 这个门确实出不去 死亡甲虫把那盗贼给击杀了 好像 没了 我应该困在此处了 这里有没有去头上的路呀 我应该被困在此处了 是的 是的 来这里直播挺久了 感谢他入伍送的荧光棒 谢谢大头鱼送的教育呀 感谢咔咔咔送的教育呀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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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出不去了 这刷我头上了我该怎么办 这刷我头上了我该怎么办 这该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糟了糟了糟了 传送门刷的地方一塌糊涂 完了 完了全完了出不去了 他不刷圈里 他怪的很他不刷圈里 哥别当我 我错了 不要啊哥 啊 走位 你们开门 啊 啊 居然出去了 难以置信我 感谢你这以仇之处的教育呀 这都能出去我 难以置信难以置信 我想我这次肯定完蛋了 这不包完蛋吧 哈哈哈哈 这也能出去自己都没想到 有没有青龙刀 正好那怪被木乃伊卡住了 哎哟 也是个缘分 天不亡我 几乎一点青龙刀 几乎一点青龙刀 这号多少钱 这号没到一千斤 每次带一个蓝屏就行 游戏名叫越来越暗啊 打坎的打坎 我这确实不是黑神话 但是我这个开播的时候这个标题写了是 当时黑神话已经放完了 你这让我改标题的话我得把我的直播给关闭掉了 在他直播的时候改不了标题 直播的时候改标题是必须得在关闭直播间的状态下 我又问了问抖音有没有签约费 然后抖音有个叫什么金牌主播啊 就是比较给一个比较小的底型就结束了 他跟以前的那些游戏平台不一样 以前游戏平台都是有签约费的 抖音搞搞钱得靠你自己啊 弄什么推广啊 卖点什么各种各样的产品啊 接些什么广告啊 就这样 所以他不会倒闭啊 因为以前的游戏平台都是给主播一大笔签约费 都是这么一个模式 模式不一样啊 冒险导下载他没有那个 冒险导下载主播是零收益 没用的 零收益 放个小黄车随缘卖点东西 里面有啊 这个出身点太高能量来了 直接打Boss啊 已经打起来了 干什么了 哈哈哈哈 你以为我不打你啊 你干什么了 我又不认识你 你干什么了 我又不认识你的 你干什么了 本来就是对抗游戏 什么水游戏啊 你这右上角ID根本不认识你的 嘿嘿放 你还收闭手 你滑稽啊你 你可真滑稽 你滑稽滑稽真滑稽 不认识的怎么叫水游了 不认识怎么就不认识了 路人呀 他不知道我我也不知道他呀 对不对 正常是啥 谢谢尼圣以从自送的交易啊 对接大哥送的点亮 晚上好晚上好 刚来的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等的花都谢了 对我等他那个 我等他差不多的时候 先给他上一个 给他先上个诅咒 里面的声音还在 Boss还在里面 他在里面打Boss 他打完的一瞬间我就冲上去 哎呀他看见我了 他还看见了门口的尸体 来啦我冲了 好 掏两个宝杖不够分吧 你掏你的我掏我的不够分吧 哎哟 算了我想想我这个太卑鄙了 我随便掏几个宝藏走了 算了人家也没说我 我这也是不劳而获 太卑鄙了 这次背后下手有点太卑鄙了 算了 虽然我被别人这样掏过 但我还是很难成为这样的人 难得素质高一下 难得素质高一下 不是那地方我记错了 没有金沙掌了 我刚冲进去想跟他一起练金沙掌了 把手插在金沙里面 狠狠的掏货 我记错了那地方没有金沙掌了 那哥们其实应该没掉血 他打Boss应该不掉血 都和平相处了那就和平到底了 这地方可不优好 那个素质好像青龙刀一刀把那个载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得进去 如果他青龙刀把那个弓箭手一刀载掉的话 他这会在掏那弓箭手的东西 我再把它载了 我在掏他和弓箭手身上都有的东西 那才合理 什么东西得打我 啊 糟了 他进去的时候怎么没踩上呀 你也不是弓箭手呀 他也是个术士呀 坏了呀 他术士进去的时候把那弓箭手踩了 那弓箭手放了那东西他没踩到 然后我踩上了 啊 这手套瞧着挺不错呀 确实不错 有两点武器伤害就不错了 剩下的属性没用就没用嘛 暂时牧师 是不是牧师用这个更好 这下亏到姥姥家了 这货刚才还是大残 完了这下亏到姥姥家了 游戏名叫越来越暗 打开那打卡 对抖音有时候会偷端 会把端木吞掉的 确实是这样 你发出来别人看不见 有这种情况 这亏到姥姥家了 我根本没考虑门口有陷阱 因为他已经进去了 完全没考虑这个问题 拆仙井拆到一半放掉 然后把刀拔出来 结果已经被人砍了 没有啊我刚才门口宰了两道贼啊 最后这波确实失算了 没做好万全的准备 当时被迷惑了嘛 因为我刚才开门的时候 那个家伙冲了进去 他没踩夹子 他当时是个灵魂行走的状态 他灵魂行走状态好像不吃夹子啊 他冲进去之后 杀了那个 杀了里面的那个 游侠就那弓箭手被他宰了 然后我开门走进去 地上有个 有个那个夹子 我根本没发现 踩到夹子上一直在掉血 然后才发现 低头 他从旁边走过来 哎呀情况就是这么情况 一切都是巧合 一切都是巧合 事情来的太突然 差不多吧 你把这游戏打 把他的游戏 冥犯成黑是黑 没什么毛病 这游戏其实就叫黑是黑 黑暗中 把人给捶了 黑是黑 你干嘛 你怎么在我的场子捶怪呢 干什么 干什么 你为什么没去 你为什么没去 好小子 刚才真的不打 现在戳技能是吧 好小子 他走了吗 他好像走了 他好像叫娃拉拉 他走了 他倒地上了 我看到了 这个买了个18的伤害 居然 这里两个人都处理掉了 那家伙叫娃拉拉 什么破衣服 游侠和法师都有点怕那个 都有点怕游侠 说错了 术士和法师都有点怕游侠 这家伙倒在这个跳的上面了 已经看到他了 这里两个人都没了 你身上的血瓶在不在 还在 那就给我吃了 你就不用了 你也吃不上了 零元购才是这个游戏的精髓啊 零元购才是这游戏的精髓 你只要是零元购 你的心态永远不会爆炸 永远都是爽玩 术士好像对游侠确实没什么办法 只有拉近距离一刀斩 没有其他任何办法 如果游侠射得准的话 术士干瞪眼 被乱爽 当刚才那个兄弟冲进去 他带了个灵魂行走 其实也可以 你如果打游侠的话 带那个灵魂行走贴他身 然后跟他硬砍 是可以的 从刚才那个例子上来说 他就是灵魂行走冲进去 直接贴着游侠 一直攻击 就把他解决掉了 一刀就没了 这么强的吗 咱这还是安全区啊 还能在路上一会儿 没问题 揽箭送 右上角已经走了五个人了 把这里的大宝贝都先拿一拿 还有个尸体的位置呢 中间那箱子还没开 你家生了个大胖小子 恭喜你 恭喜你家生了个大胖小子 这局人走的有点快的 右上角1234567 基本上没人了 基本上都走完了 黑神话放完了呀 总不能再放一遍吧 放完了再放一遍 这有点过分来 主播这啥游戏 这游戏名字在左上角啊 左上角 可以看一下左上角 鞋子移动速度7点还是不错的 俩闭手都是灰的 没用 扔掉 这里仔细看看 地上应该还有些东西 等会儿记得拿那个古人下人 这次圈的位置不错 可以在这儿暂时多待一会儿 暗影斗帽也可以留意 暗影斗帽术实用用还挺实惠的 我这周边应该是没人了 刚才那两个人被击杀了之后 我这块区域的周边应该是没人了 这种套货的游戏很上头的 尤其是你把其他的玩家击杀了之后 他身上的所有东西 你可以全部带走 一想到有一些穿着特别富裕的人 就很兴奋 有个木乃伊嘛 目前这游戏最大的问题是他收费是吧 这种游戏不收费外挂不得了啊 同学们 真的 我说实话 作为一个玩这种游戏的玩家 我觉得他还是收费好一点 他不收费不几百个外挂 他不收费不几百个外挂 呦 你也会忍骨啊 看你笨的 为什么我先倒了 我不服呀 我 凭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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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太气人了 我这刀甩的太慢了 我第二刀没空好吧 同学们你们告诉他我第二刀空了没有 我两刀全中的 我第三刀没宰下来 他两刀杀不掉 因为他野蛮人血多 大声的告诉他我第二刀空了没有 真没空 我第三刀没砍下来呀 他野蛮人就是血多 蛮子本来就血比一般的玩家多 他必须散刀攻击力不够 因为这是把灰色的刀 第三刀没劈出来呀 没机会劈出来 我被劈到头了 我也是被他打两下 他第一刀也没解决 他第一刀也没解决我 算了认了吧 8块钱的 8块钱的术士还提那么多要求干什么 认了认了 如果吃个蓝瓶的盖 他应该就是他走了 我这灰色的青龙刀都不是白色的 灰色的 昨天晚上不行啊 昨天晚上能这个 有这个羊的症状 头疼 骨头疼 脑袋疼骨头也疼 哎呦 躺了很久 让我偷把货出来一把 有一个建立一个良好的信心 玩盗贼打他应该轻松很多 但是他野蛮人没穿衣服移动速度也不差的 你需要把衣服全拿掉 打到最高的极限移速 然后用西洋剑跟他拉扯 完了我这会儿好像又有点头昏眼花了 本来以为疫情完全结束了 谁想到最近 又开始有点小复发了 症状是很轻的症状 但是人感觉有点虚不停的出汗 啥我跟聚混排上了啊 圈一样嘛 诶 这里有个好欺负的家伙 就是那个大武功 我先把外面的怪解决掉 然后把大武功欺负一下 前天在家里你总得和家里人接触呀 对吧 你总得和家里人接触呀 你今天在家里吃饭 你不得买菜吗 你不买菜你不得喊外卖吗 你喊外卖不是也和人接触了吗 而且就是 现在那个就是网上一般市区发的通告都会告诉你 他说那个 说那个外卖 外卖的包装袋上面 查出来这个 都有都有这个感染的风险 坏了 好像今天家里全中了 闯祸了 听着是英华今天家里全中了 哎呀 买个球和刀放引起移动速度减少的 为什么不买球和刀放引起 这个游戏移动速度很重要的 你移动速度快一点 有时候敌人就是就是捶不过你的 你移动速度慢 追也追不上 对吧 逃也逃不掉 就这种情况你知道吧 所以选择了放副手 噴毒了 贱人 你干嘛 喷这么多毒 毒多了 这两口毒有点厉害啊 有点这个厉害 最怕这时候来人 我就有点炸 这时候来人 来人我就有点炸 谢谢木头军师所没教育啊 我还听到有人走过来的声音了 好烦啊 走开 这是我的药水 你给我走开 你不吃我的药水我就放过去 你吃我的药水我就对你下足手 这就聚混了啊 聚混刚刚说的进来了呀 聚混 先去个三楼 跑到三楼去哪都方便 我去哪都 快乐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现在是个药水 我去哪里 好 巨混直接被砍成傻子啊巨混 被人家这样砍的 太惨了 不行了我换角色了 我太气愤了 我太气愤了 我真的太气愤了 我忍不住了 我掏出我的大盗贼 感谢EmilysFly送来牛 看这里面都是 是不是都是汉包啊 目前看到的全是汉包 这个是不是汉包 完了 这个人 这人怎么穿矿套进去的 什么意思 你想干什么 不行了 我要把我蛮子掏进去了 这不行了 这无法无天了 这帮人 太不像话了 真的太不像话了 这是沉河鸡桶 下面有个踩钉刺的 背鱼群勾布灵锥 Lunder 匕首 我的杀23我拿到的是多少 我拿到的是19 再看一眼 移动速度加成1% 好像还行 拿着吧 没这么差 差是没这么差 这人是这直接下去的 他没管侧面 侧面东西我不踏的 先拿一拿 手套加1力量 没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 偶然 没什么区别 哥 换 她 来 换锅啊 你干嘛 你干嘛 啊 因为我是你对付过的那小菜瓜 哇塞 地上全是尸体 天呐 800个尸体 地上全是尸体 欧帝格怪怪 头上的人估计没什么血包吧 旁边有人挖矿的声音 那是挖矿声吗 怎么会有这么多尸体的 天呐 啊 这么多钱 有点这个太多了 你过来 保证不戳你 猜贵 猜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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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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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下聆听模式 在我正前发 我看到他了 完了 哎呀就差一刀 就差一刀 我就发财了 就差一刀 他穿满了 我就差一刀 我那第三下捅到他 他就死了 我直接发财 原地发财 我就要打他 我前面就看到 他装备挺好的 我还吃了个蓝瓶 我都没打过他 怎么办 股票乱跌 股票跌的都不成样了 太糟糕了 太糟糕了 股票跌成这样 就差一刀 真的就差一刀 统中他那一下 我就原地发财 螺旋省天 这家伙好肥好肥的 他这样挖矿风险很大的 我吃完蓝瓶的盖 我先手 机会大大的有 我这第三刀 为什么没中 他刚才跳了一下 我这第三刀 为什么没中 他第一剑射中我了 我也没注意 他刚才第一剑射中我了 弩剑肯定没有上去捅三刀 速度这么快的 上去捅三刀 效率是最高的 他那弩剑射中我了 好像没射中 主要他身上装备好 那哥们身上装备真的好 肥硕的很 他身上这套装备 真的肥硕的很 肥硕 我只能用肥硕这个词来 如此肥硕的装备 实在是令人眼差 这小匕首真狠 直接三下一扎 当场变成熔某某 那爆发力就靠这个 爆发力就靠这匕首 挡岗的爆发力 死了 哈喽 没看见我吧 兄弟 但左手扎的动作 我跟你说打起来很爽 刺在他身上 很爽那种感觉 这地方真舒服 战斧是多少的 有个第一次他们跑过来就 扎在上面 2点额外伤害 又看一眼到底是多少的 50啊 但毕竟是战斧 战斧没有人要 是伐木斧还有人要 哈喽 我在这儿 你会不会也走在这个位置上呢 你说 他应该也在上面扎死了 没扎到你吗 好像没扎到他 他是不是要回去呢 你应该是要回去呢 我亲自给你送走 他脚趾头在上面 但是没扎到他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哥们亲自给他送走 送走 大蜈蚣 臭蛋我在这儿 出来 看你这蛋你就臭 上来 我来回狠跳 你过来了 我又过去了 你过去了 我又过来了 我来回狠跳 真够硬的 你个大虫子 你搁这儿 我黑神花悟空的 我被他堵死了 还好这儿有个满血 我早已看好 右上角那人垂了几个了 叫什么甘道夫啊 甘道夫的巴布林 你别叫这种ID啊 违规了 他在我楼下 这货暂时没在我这一次 问题不大 没在这一层啊 问题不大 第三分钟这里才会出传送门 这个传送门要第三分钟才会出 里面有个手镯好像 三十七 这真尴尬 右下角四分钟 三分钟 哎 已经开了 我可以走了 Boss死了 脚底下Boss已经死了 我可以走了 三个罐子就出一个 有点倒霉 走 连击开刀 该去玩连击模式了 我上次听一个兄弟说 右下角是三分钟的时候开的 就我这次逃出来的路 哎呀 啥都没捞到 也不能说啥都没捞到了吧 捞的少 捞的少啊 捞了60块 确实捞的有点少 盗贼倒是有1000多了 盗贼账号上1000多 该去玩连击模式了 角色选择 术士是800 术士加盗贼 算他2000吧 术士加盗贼算他2000 战士670 呃 2700 2700 法师没钱 法师没钱 2700 法师没钱 弓箭手没钱 弓箭手没钱 弓箭手法师都没钱 2700 加蛮子 5000 蛮子好像是2200 那密道是随机的吗 差不多吧 将近5000个 联机 好像聚混跟阿年都在 可以去打一波二层的巫妖王 不知道今天聚混状态如何 我 我 完了 弓箭手是坏的 有声吗 弓箭手好像没声 喂 有声吗 有 无妖王打起来 都行呀 阿年好像 你今天没睡着啊 没有 阿年来不来打无妖王 那我 我开个加速器 我加速器没开 OK 已经都准备好了 直接恶战巫妖王 瓦矿的那个人算了 缘分没到 差那一针没扎到他 扎到了就不一样了 5000斤的加底 随便随便输吧 没关系吧 这两天拍卖好我是没逛 看一下拍卖好卖什么价 现在金钥匙涨了好多 金钥匙为什么又涨呢 我看全是1000多一个 那不就是前天的价格 也没什么区别吗 怎么KKSG你又来了 我记住他 他叫掏云币 他给我的都是狠货 怎么办 出大事了 我这好点给点钱吧 给点钱 不然太过分了 别给了 还给 我得再加钱 我得再加钱 我给气呗 已经挺过分了 好给少了出事了 给少了 谁又不开心了 给少了 云哥我多条裤子 什么裤子不是好的 我不要 这很乱 这不是很瞧得上 不是他给的这些东西至少得给1000啊 1000都不止啊 他给的这些东西我给1000都算少了 真的我给他1000都算少 全是加力量的这还得了 真给1000都算少了 主要是全加力量 全加力量太厉害了 你还来牧师这 我看 对这些东西至少 至少要1000以上 我给少了 我真给少了 我把那黑悟空录像 反复放个十遍 同学们不会吐嘛 我到了 你要给我啥 没看到啊 这牧师那里啊 感谢宝利送的点亮 那我今天 啊好 这是好东西 这个你拿着呀 我放这个很慢的 放火火 我这个是速食 哦 今天还是有点不点不太行 眼睛发热 然后感觉这个腰酸背疼 肩膀这里像脱臼一样 应该就是羊的症状 刚才跟我说 家里所有人全都已经测过了 都羊全羊 是巨婚6吧 啊 06 06 OK 直接出发 我身上药肯定够的 不可能不够 药是1%够的 我看看有没有什么要改 普通厂带什么幸运药水啊 同学们 普通厂带幸运药水 完全没必要吧 你意思是普通厂去二楼 把boss杀了 然后喝幸运药水摸那个宝藏吗 我不知道普通厂二楼 打boss打完之后 有没有宝藏 我不确定啊 应该是有的 你普通厂二楼 能我宁打boss的话 那还买什么钥匙 那钥匙不是多余了吗 按理说钥匙应该降价呀 而且他现在分外挂 已经分起来了 外挂一分就分起来了 这外挂分了 肯定不会再给你放出来了 分号的话 那些人不敢随便用外挂了吧 毕竟35美金呢 又不是零成本 豪克赛那天晚上去了 就前天晚上吧 前天晚上去打豪克赛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的 遇到一伙人 物理抗性94.7% 魔法抗性将近50% 打个蛋呢兄弟 我估计轮他十来斧子 都轮不死吧 他站在那儿轮十斧子 他站哪里让你砍你十斧子都砍不掉他 这怎么玩 别人这种装备去豪克赛 我们穿这个就 纯纯的就是等于 啥都没穿那种那种效果 全是顶配 顶配中的顶配 顶中顶配中配 不开玩笑我 我 不开玩笑哦 被别人装备都压制到死了 完全砍不动别人 别人捶我们就一两下吧 就目前这个普通的三人牌 也经常会遇到穿着特别厉害装备的人 就全子 我们现在这个算半蓝 人家全子 我这一半蓝的都没有吧 我这应该算是全绿以上 但属性还行 我这估计我这比普通的要厉害 应该比普通的蓝装要厉害 近豪克赛真的任人宰割 这个词用的错不了一点 就是任人宰割 死亡会刚才七点钟参加过来 参加到将近九点 你正好没来呀 巧了 云丝完刚才云完了 这个绿瓶子 好大一个 但紫色磁条和大家说过了 紫色磁条的衣服帽子 这种位置 主要是衣服帽子和裤子 那护甲值一高 你这蓝绿瓷条就不行了 这游戏高护甲装备比高 它这个游戏高护甲的装备 比那个高攻击的磁条要强 当你护甲值堆到特别高的时候 那些攻击磁条都没用了 现在播出的游戏在画面左上方 这里有人来过了 感谢Taco 送了一个加油鸭 现毒猎人送了两个加油鸭 呦 谁来死我 啊 我说你了 这有弓箭的水果 啊 我跟飞果 我说这个导箱鬼 得往中间走了 往再走吧 这还打个boss呢 boss死了被人爽了 这可能有人 我还听到脚步声了 还是我听错了 吃个祭坛 唉 我没有140血 我170血 别胡说 我什么时候140了 我170 140我都不好意思走到门口 好吧 我现在血量不超过160 我都不出门 从转弯角上来 别走那边 那边路很差的 有人门口有人 哦 是个那个 是个怪 是个怪 谁在射我 我射怪 有射怪 应该 对面有人 感觉好多人的声音 他们在乱斗吗 右上角一个人都没死吧 有只怪去找他们的 我看到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先等一下慢慢来 右上角一个怪都没死 他们在家吧 不要不要冲得很近 让他们先对战 打起来 我们再慢慢的从远处走上去 毕竟我们现在目标是去二楼 但现在又场面上一个人都没挂掉 右上角一个都没挂吧 很很夸张的 这把 这把很夸张的 好像两次 有人来了 往后退往后退 弹行 可以上可以上 他们装备很差可以上 垃圾装备可以上 后面有两个弓箭手 我需要加一块 能射过他弓箭手吗 先加 先加 我刚刚过来 我看到了 我拿你别动 我拿你别动 我们得撤 不能继续待在哪 这边也有得 别走到我开门 他们肯定就在那 我们只能走这边 我们遇到他们也没办法 我看看能不能假装那个 好像并不行 他死他死他 走走走走 直接走 他们来追我们 不是那个队弓箭手死了 你们为什么怕他们呀 你们面后两边啊 他们有言有识了嘛 两队人两队人 这个人有点问题啊 他好像全部爆头的 我一下子就死了 我还一直在乱蹲 不是我掉血掉的也太快了有点 很快一下子就没 我看你们两个 吃了几件就一死血了 我举报那个人 我保证他300%被分化 他全都是爆头的 没有这么夸张的弓箭手的 这个HS AIO他300%被分化 我丢就丢了 我装备丢了无所谓 这人300%分化 那我先出去 你走你走呀 我们两个人血掉的跟那个 就一块一块狂掉 根本没有这种人的 他举报他100%分化 这流子 是哪个啊 是那个ZY什么的那个 他怎么是狩猎陷阱杀了你啊 他把我射残了 你踩了个陷阱 你踩了个陷阱啊 我看这个人 我举报他很多次 诶全是头 全是头 全是头 右上角全是头 这傻子我的 这人不分化随便怎么说 队友也可以举报 全是头 把那俩队友也举报了 这个垃圾队我的 而且他只要看得到B中的他就 不是他射门里面也帮人头 垃圾 真的垃圾我的 三个三个挂 不 两个人配一挂我的 打人全暴头 真的败类我的 这种人真的败类我的 拿拿拿你随便拿 拿完你明天就出来吧 随便拿东西 你随地上随便拿 拿完你明天就耗就直接没有了 那门都没开 隔着门在那个小窗口都开始包人头 不管打谁全暴头上面 还给别人蹲一下 你装什么呀你 你挂逼还装什么装 现在装了 现在开始装了 看到人还不射了 全暴头你看 全暴头 全是头上面 装的像真的一样 哦 蹲一下要启动一下 这个外挂启动试试吧 这人真是狗 真的狗 我们我们 就我们三个举报了 还有人举报他们吧 这就不知道 他太狗了 前面一开始打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怪 因为走过去就血一块一块很大块的掉 吃了蓝瓶也是 往后退也掉 我这血算挺厚的了 我还奶了一口呢 我是不是被这个人射死的还是后面的人射死的 不知道 我也没注意 我也没注意我是被谁射的 就这个射死的 那他100%是挂了 因为远处那个人都没像他这样射的 因为我关门你们已经车到走廊了 对我们车到走廊了 我以为是侧面被人射的 他追上来他追上来开的呀 我奶了一口 我觉得你没什么事了 有半血多的 然后你一下就没了 这不用搞回放了 举报他就完事了 等他被封号呀 这种就是垃圾中的垃圾啊 臭不要脸 垃圾中的垃圾 素质太差了 真的素质太差 他最后打阿年也是的 满血夸夸两下 直接打直接 而且他那个叫什么 那个什么三连翻的技能好像也一直在 没用 一点用都没有 阿年满血开根本直接被射了 我看到阿年跟他一起走 我当时问了一下 我说我以为是后面的弓箭就倒了 我说我弓箭后面没有了 就两个人了 怕什么 然后阿年说他们是满边 那个门一开两根箭射他头上 他还踩了个线 你就死了 真的离大谱 一直在蹲的上下 对这人离得很远 他离得很远 真的离大谱 这弓箭谁射谁知道呀 你说难得冒烟射中头一两箭 他见一个人全部往头上射 只要见个人全往头上射 这一开始还以为怎么回事 这仔细一看 上来就上来第一把就喷倒挂逼了 有点倒霉我 不是你光是射中每一个你见到的人都不容易 真的 他这个游戏不是打枪 就是你弹道那个准星只在哪就去哪 他有这种远处的抛物线下坠 还有就是 他的下坠很严重的 他的蓄力如果没蓄满的话 你射出去还会有左右的偏斜 会有的 你要拉满弓 就中间的准星拉到点上才会这样 他就直接拉了弓就舍得在那见乱中 太恶心了真的太恶心了 不是这外挂又不是不封的 他弄的这么嚣张干什么呀 这个太很明显了 我丢些东西我无所谓的 我打打我也能打过来对吧 就当被系统吞掉了也没关系 你这耗封了你就永远 你永远别玩了 我也不知道这种能嚣张点什么东西 又不是不分号 举报了随便一查迟早给你分号 分完了你就等着哭吧 奶奶个腿的 真恶心 他奶奶的第一不能就遇到这种 这种大流子 还有装备去吗 新加坡人多他其实也不应该外挂这么多 反正我掉一身装备换他一个被封号 无所谓 掉就掉了 感谢大三腿送的一个鲜花 上次碰到的剑气哥呀 他套装备另外另外一个弓箭手运出去 他这个好像感觉自己无所畏惧的 那剑气哥不穿东西的 他穿了一身增伤的装备 然后在中间就到处开花 自由制导 我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嚣张我 就遇到这种锁定的弓箭手 血掉的特别快 正常打着真没血掉这么快的 然后再一看他的视角 看到一个人就跟自动制导一样 往那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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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 人就没了 那剑气哥最惨的是小熊猫 小熊猫后来说他那天损失了三千斤啊 嘴上说的没关系 被剑气哥打掉三千斤 巨厚巨厚的护甲 别人打不动他的 剑气哥给他两刀送走 就两下 第一下直接掉了70% 第二下剑气飞出来人就没了 对他还说了句其实我还好 说实话心中在滴血 哎这种游戏 就本来打得好好的突然出个挂 非常的吐血 还是那句话正常跟别人火拼打输了也没什么对吧 装备不如人 鸡不如人输就输了 最多就是有点懊恼 最流子我 怎么又是这个地方 哈哈哈哈 遇到外挂就是这个地方 这把又是这儿我 难受啊 上面有个火球 干他 这有个法师吗 不怕他干他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是那个怪在轰他 我看下地上有火球 应该是你大 你开大 我创造他了 那天谁说的 说校长穿了一批 全金的装备 然后跑进去被一个挂哥给弄死了 然后他就下了 好像是巨坏手 羽毛帽子加一点所有属性 还加生命值 是不是很强 还可以 你又是人很强的一个装备吧 喂 你声音好轻啊 我排队我排队我今天带全死装 你是没有被挂哥弄过吗 我不管 一天起他要用 也无所谓 玩多了现在也无所谓了 装备丢就丢了 消耗品 游戏里装备就消耗品 无所谓了 往中间走一点吧 啊 淘宝上外挂店销量有几千啊 这么多人开挂 这游戏总共才卖了多少个人 就是呀 总共卖了也就是三万分四万分 卖了四万分 有几千个销量 而且还有可能有一半是老外的感觉 不会的你这块有点夸张了 几千个人开挂有点夸张了 淘宝一发单上上 又被打掉 又被打掉 博士死了 怎么和刚才又一样了 我受不了了 一模一样的 剧情怎么一模一样 怎么感觉是上一把呀 要死了 剧情跟上一把没区别 我来改一下剧情 我来摸一下这个 就不是游戈摸的 怎么还有点拽脚呢 拽腿是不是就有外挂了呀 这还跟塔合不一样 右上角也没死人 我的天哪 不会就跟上把一样吧 真的就一样 路线又是一样的 我受不了了呀 这有点招不住呀 法师没打 有点不敢走路了这 这要是组队打两把 两把拳子挂哥 那玩不动了 封了外挂 外挂比之前更猖獗了 这里都清掉了 人离这儿不远 我拿了我 人离这儿不远 人关门了 我去凑一下 像是这边关的 嗯 这不知道呀 总感觉这把好像又有外挂的样子 看到人还是不随了 其实弓箭手不敢随便那么乱冲的 因为弓箭手很容易被盗贼 呃 被战士和蛮子直接冲锋冲掉的 他的弓箭手真的无所畏惧 弓箭手直接冲你脸对你脸 这害怕不到 有人在这里面 我看到有个法师 法师应该没外挂吧 战士还不是牧师 他手上捏好火球了我没开门 那那就不 那战士打我不掉血 我买上了 刚才给我加了一口 但战士打我基本上不掉血 这个队是正常的 没出任何问题 他是带那个火刀 但是他那战士装备跟 跟打便没什么区别了 菜的吓人 砍了我两刀我没掉血 大菜狗 哪有这么多黑号兄弟 他又不是什么印出来的号 一个号正常买就是200多块钱 豪华版的更贵 你说这个东西哪出那么多黑号 不现实的 得往北走了 安全区缩的特别远 走吧 在安全区说的句 这还有东西 这还能随便摸两下 不过好像又不是很有必要 这有陷阱 这有陷阱 不是你再怎么买 你是正常价格买呀 你说的好像你的号 两三块钱买来一样 不可能的呀 这什么地方 怎么老是拽腿呀 塔克夫有赚钱的 塔克夫有挂哥专门赚钱的 这么多 不是现在这游戏由上叫不检员 总感觉有点怪怪的 对 哎呦怪 啊你伤害这么高的 估计是因为我刚唱歌唱的 看了半天同学们的意思是买了那个游戏不付钱是吧付的是假钱 就那信用卡里面没钱但是硬负 还看到我过那个地方也帅子 有蝙蝠啊 我的妈太黑了蝙蝠在哪都没看清楚 我稍微做 这没事吧 他全身冒光了 你有陷阱吗 有陷阱往右边这个门放一个 没的话就算了 你没有陷阱就算了 好像在Boss房打架 这个幽灵被他们打死了 没下去没下去我就来 没去啊现在就在这等着 我们再看 正在这里等着 按你说这游戏应该不像射击游戏外挂那么泛滥 哎 连击游戏最后黄都是因为外挂黄的 也就有个奇葩游戏叫绝地求生的 外挂泛滥成那样都没黄 这蛮奇葩的 我看到对面有红门了 那直接触发红门呗 反正目标是准备打下Boss 原来定的目标就打下Boss呗 有人缺椅子 速度看看人家冲来了 他冲过来了 那就战斗吧 他什么意思啊 这什么意思啊 干什么他们什么意思 你这么充实什么意思啊 射他啊 真的不是跑的 哎 我没上呀 我以为你给我加血呢 你在那晃了半天 我这没动 我没追他 我没追他 别追了 聚会你追那么远去干嘛 你刚打那蛮子 那蛮子就死了 你去追那干嘛呀 别去追他呀 我把门正开的 蛮子从我正走过去 我把这赶走了 这有个牧师 进门呗 聚会人呐 进门进门进门 他那战士也没什么东西 我坐一会儿 我这一顿掏把包里掏满了 不过都是血瓶和那个垃圾 我掏了一大堆血瓶和垃圾 还行 我还有个钩 没时间不用吧 我还有大人 不是那边赶走了呀 那蛮子不来了呀 他那战士直接白送送掉了 那战士也没什么装备 就是穿了一身 穿了一身商店货往里冲进去 傻乎乎的 后面肯定有人在追他们 那蛮子们没穿衣服 那右上角跳的是击杀 左边的人击杀了右边的 他是这样意思 你看斧头陷阱和暗黑风 暗黑风群就知道了 是这么个意思 写豆兔成长日记老板送的一个笔心 帽子扔了就扔了吧 引用试人那个帽子应该还行 我估计大概率是能卖点钱的 因为现在有玩也有引用试人的 卖个一百块应该不成问题 又是人 三件老套 我就唱唱歌 好讨厌 离Boss也不远其实 先看看是不是乌苗王 反正离Boss也不远 两个弯应该就到了 好讨厌 就走这边了 这边进一环了 哎呦 热尖 我看看是什么 好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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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啊也得做 那就打宝呗 这好像有个暗道是吧 那不是暗道吧 那好像不是暗道吧 啊还真有 那这有木乃鱼 干他呀 干他呀 大箱子不会乱拿 乱套大箱 乱套大箱 是吧 那有人下来了 对 好像还是得走 那走就走呗等会儿 没办法 该走就走 反正就又又又转开门就行了呗 这也有杠杆 有杠杆吗 我来开灯 不是这边不开这里好像能上呀 我这我这 这边 那个好像跳那个的 徐惠你快过来 你在干什么 他冲了你在开门了 那就走吧 把门打开了 那就走呗 那你走你走 里面有怪 有怪 我跑回来 我跑回来 那个骷髅把握 在那 里面还有吗 没了吧 没有 应该没有 可以过来可以过来 安全 啊 我也没知道他 这好像有个 不是是饺子 饺子咱们不搞了 咱不打饺子 饺子伤害有点高 我马上给你来 我坐一会儿 没事儿 雪冰太多正好消 正好弄点一点 不然占格子 你小型啊 巨坑不需要那个 巨坑 巨坑状态很正常 我怎么唱歌太久了 都变成刺蝟了 怎么害怕 这幽灵来找我了 哪里幽灵 我唱到上面的幽灵了 那巨坑再射呀 巨坑你射 我帮他引 你走吧你走吧 我帮你引挡吧 出事了 哎呦 没射到你吧 里面有这个祭坑 你可以吃里面的祭坑 你走过去吃祭坑 里面没boss了 你把剑拿一拿呢 这里面有怪 我来搞我来搞 没有巨坑攻击力低的跟那个什么一样 攻击力低的吓人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攻击力这么低 带带了个暗躯弓 不是他 这打boss你得 这个这个输出装备得猛一点 你这个攻击力感觉很低很低很低 射那个怪你射了好久好久好久 他都没把他射死我 这又要去boss了 我把门都开了 啊 往北面走可以road吧 哦 我知道我把门开了 有个狗狗我好像开了 OK好像在门口 我就给两个 死了死了 怎么掉的全是这么垃圾的东西 太烂了 掉落也太烂了 说完就开门了 诶下面有人啊 我下面有人开门了 我们得现在去干他们 坏了这是个死的 他已经走了 他们就是刚才的三人队 然后有一个死了 然后剩两个人 这地方怎么上去啊 高了呀 有个小台子你找一下 你给自己回口血吧 人马都找你了出事了 巨哥你先把门开了呢 我也开了 没时间了 我看能不能收到人马 给他赢了 黑了黑了 你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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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你看 关键是倒进室时间不够了 要死了 完了呀 也没有门了 门就在你前面 你走到前面右转就是门了 你太冲动了兄弟 你应该看得稍微看一眼 台上就是三个门啊 你太冲动冲下去了 你平时还是很理智的 我看他们下面抢了两个门 那你下去也干不死人啊 你不用着急啊 你比我还急 你一个牧师冲在最前面 不用着急的 门都开好了 别走了 对别人门都开好了 我一上来看了一眼 就是别人门都开着 他们两个在被那个大波罗打 他那门开好了呀 没开好 开了一个 我就是想下去抢另外一个 没事没事 我的 快点把三百个奔呢 太离谱了 居会你的输出够吧 我这有点担心干不了Boss 居会 我换了把弓 有点担心啊 打Boss到时候打不动怎么办 灯笼带着探探路吧 不然太黑了 这还有个火把 算了 有火把卖个灯笼 15块的 总比外挂强去了 雪宝搞的确实有点太多了 毕竟还有个治疗包 还有慕斯来吗 那我得经点货 破产了 没有 我有东西不齐 倒没有破产 应该快的 我随便收两吧 差不多就行 没差啥呀 我差锤头跟盾 稍微等 没了 云哥你和超级小杰有没有联系 没有 整整三年只说过一句话 当年最早去熊猫的时候 我跟小杰还有老家说好 我们一起开一个 就是专门做单机游戏的一个工会 他俩都说好好好 结果我帮其中的一个人签了一个很大的合同 另外一个人他跟我说一定一定 然后回头就自己办了自己的事 都是成年往事了 我的总结是我们之间谁也没有互相伤害 但是经过第一次的那个说对话之后 我就明白了 咱们其实走不到一块 就是表面朋友 大家都是就表面这么客套一下 就没有互相伤害 也没有太大的互相帮助吧 原来一开始聊的挺好的 一开始见面的时候聊的都挺好的 我说咱们一起弄个那个啥对吧 无论在哪个平台都还有那个啥 结果两个人 这也是后来基本上谈到也没太大联系的原因 过去了都过去式了 太多年了 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至少八年了吧 没有同行是冤甲 最早不也互相帮助一下吗 后来不是到了那个平台分播的时候 龙珠 那个赞旗 熊猫 斗鱼 大家都在打仗的时候 分到扬镳了吗 啊 不玩 咱们再换装备是吧 我看有没有他的装备 我买个斗鱼 给你吃 感谢3S老板送的举牌 说一下女主播 你们认识的女主播 绝大部分99%都是外面有人的 要么就是老板包的 要么就是有男朋友的 说完了 我没说任何人的名字啊 不要怪我 算了走吧 就拿这个大圆盾先用了 问我就是我啥都没说 我啥都没说 有什么得不得罪人的 好多人都是人前人前一套 背后一套的 有什么得不得罪人的 我得罪谁了 我把谁得罪了 我让谁过不下去了 没有呀 我只是说好多好多好多人 都是人前一套 背后一套 表面上跟你说的很要好的 背地里根本就说的话 全是放屁 你知道吗 一点信用都没有 太多了 毫无信用可言 要么你就别说 对吧 就直接直接回绝掉 剧断 像我这种就很直接的 别人问我行不行 我说不行 不行就不行了 你表面上嘴上弄的很好 都说行的 背地里直接干别的一套 那很没意思你知道吧 小杰本来就不是我的好朋友 只是你认为他是我的好朋友而已 我说了 我跟他没有互相伤害 当年说好 一起办的一件事情 都是说好好好 从来不办的 谈什么好不好朋友 我只是说没有互相伤害而已 对吧 从来没主动去说别人坏话 好什么好什么盆什么有 全是扯淡 差点了 全是扯淡 和通马色 和通马色肯定是好朋友 我说了马色肯定是好朋友 和通马色和牛哥肯定是好朋友 和鸭师傅也都是好朋友 好朋友大家经常知道的 玩在一起的那是好朋友 其他都是表面朋友 表面的不要再表面了 口头朋友嘛 纯粹口头朋友 阿托脾气性格跟我差不多的 能办就能办 不能办就不能办 不会胡说八道的 阿托从来不会跟人家信口开合 说什么这那的 是哪边有人 我唱的 哎呀 塑料兄弟说白了就是主机 以前的主机三杰 就是塑料兄弟 塑料的不能再塑料了 全是表面表面说点话 口头话 就大伙说的主机三杰 塑料的不能再塑料了 塑中塑料中塑料 我在后面搞加速 谁在射我呀 我上有机在上 正常的 确实正常 还是那句话 没有没搞互相伤害就不错了 哎就在你面前左左边 我我在后面看了 不是你可以听他脚步声的 被拘捕弄死了 你打法师的时候你先不要急着转 你先听一下他的脚步声 他就拨打拨打脚步声一听就听出来了 他有一些药 刚才有个兄弟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同行都是冤家嘛 我们虽然是同行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互相伤害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我是帮其中的一个人签了一个很大的合同 本来他的合同签不到的 当然说好了 我们一起合伙干一个单机游戏的经纪公司 然后霸占单机游戏板块 说的很好 回头就是 哎我去弄什么什么了 我去我你 我去弄什么 有人在开门 有人加盾了 有人来了 没好没好 走你妹的 加上了 不能连着加血吗 我第二次我没加上 第二次加血要等很长时间吧还是 不是我没加上歪了 啊 不行 没人干备事啊 就嘴上随便搜索 哎 色不过 跑也跑不过 这蛮子本来已经 就差一箭就没了 很可惜哦 他当时只差一箭必死无疑 但是被他牧师套了个热又加了多血 然后那个英雄士人追着我砍 你被他们三个包在当中 我不太好夹 我夹上了两口 最后一口夹不上了 这我快把他砍死了 所以我追着他 然后那个 侧面英雄士人砍了我两刀 我就回头砍英雄士人 把英雄士人砍完之后 自己血有点少 那蛮子回了两口又冲上来了 我想问一下这时候聚婚在干什么 一件都没射中吗 我说私人 你说私人 你说私人 私人有危险吗 私人好像身上没任何伤害啊 因为我批他两斧 他正常批也是两斧 我就开厅问问 我就开厅问问 因为刚才我肯定伤害打足了 虽然我在那说话 但我伤害肯定打足了 我想知道我们的还有的输出点在干什么 我射了回私人又射了回目次 你为什么射私人跟牧师啊 为什么射了半天他们没吃任何伤害啊 牧师射私人 然后你被蛮子追的砍出死的 跑不过的 一开始蛮子冲上来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直接射他呢 我把他盾射掉了 你为什么不继续射他呢 你是不是自己打的时候从来没打过PK啊 看到PK你就输啊 拔过眼 那你为什么PK的时候这么拆啊 感觉就像有你没你一点区别都没有 为什么 对吗 好 咳咳 赵尔城博士打了这么久 感觉始终打不了 要么就是没遇上 要么就是两次聚婚死掉 要么是PK路上聚婚就不行了 我一次语文聚婚玩这游戏挺不错 我就死了一次 什么叫你就死了一次 那次是爆炸 然后阿联炸死 也就是说第一次你觉得你打得挺好的 第一次我把原因分析一下 虽然是我爆炸了 但是那个博士仇恨一直在我身上 你毫无输出可言 怪都打都不打你的 我也不知道你在那赚点什么东西 大怪大怪不打 小怪不知道你在那干嘛 仇恨都不在你身上 博士一直回头在敲我 敲到我后来给我上个蓝的 我想问你这输出在什么地方 你是射不中还是射的偏 还是不知道在干嘛 还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 我说了呀 就是他只打boss 边打边绕着走啊 我跟他说过了 我告诉过他了 那我还能说什么 你就第一天登场的时候贼猛 打怪也猛打人也猛 过了第一天 干啥杀不行 吃啥杀不灵 后来疑问是因为你快要睡觉了 今天呢 今天是因为你累了吗 今天也还行呀 你说聚婚这孩子真是个老师 啊你玩法师啊 你需要叫哪个 宿命宿命 没聚的 没带聚的 叫什么名字 宿命宿命 不带聚的那个 没听明白什么叫宿命啊 你就说一下怎么拼呗 全拼呀 宿命 不带聚 不带聚 带聚打不了 不带聚 不带聚是什么东西 不带聚啊 怎么叫聚的啦 你叫宿命吗 好了宿命 SUMIN不就好了吗 不带聚 我听半天没听明白 还有个什么 屁股侠人还在吗 喂 我说聚婚这还不 这孩子真是个老实人 随便说他几句 他都不还嘴 我 他那个怎么说呢 我得帮他说一句 刚刚那个飞行弹道 绝对是被挡住了 我跟你说 没办法帮你击护那个丸子 对呀 你帮他说一句 所以说聚婚这孩子是个老实人 我就硬说他说了他 他不说话 他不反抗的 就现实里这种人很好欺负 屁股侠人呢 把他喊出来 我喊了 刚才那种情况 就是老板欺负员工 我欺负聚婚 就这么个情况 我要是聚婚 我肯定直接把老板 血给骂出来 我肯定狠狠地骂他 这招叫我骂我自己 屁股侠已经被吓跑了 没有没有 他在外面吃饭 这么夸张 那他报个屁的名 喂 喂 人呢 我给他打电话 他说他在吃饭 我没有在外面 他有电脑面前去 人呢 喂 我玩蛮子 让他吃吧 我来来一口 我来吃饭吧 好治疗 有没有吹笛子的 那蛮子 那就玩那个好了 小熊猫玩那个牧师 有没有吹笛子的 没事 我法治给你加速 也很快的 你叫什么名字 你的牧师叫什么名字 小熊猫 PS 手字母 小熊猫 小血 没有 小血 没有啊 确实没有你啊 你打错了呀 你不是小熊猫 可疑是吗 你是 XMM 你是 XXAM 巨慌哭个屁 巨婚有什么好哭的 你们不了解巨婚 谢谢豆豆成长日记 感谢9996 谢谢Bong送的交易 感谢BingoBango送的点亮 我说巨婚 犹如慈父般的关爱 巨婚本人对我无怨无悔 因为我了解他这种性格 就是这样的人 我说他几句 他就心里就说 哎呀我错了 其实他没错知道吧 但是他从来不会觉得 我这个说他 他心里难受 因为他就是这种性格的人 你又不了解 汝飞巨婚 安知巨婚所想也 我哥布林凯人巨人 没事的 巨婚没事的 我跟你说我668欺负谁有理直气撞我了 并且兄弟们不敢反抗 这都是技巧 都是技巧 有没有听过一句老话 打是疼骂是爱 听说过没有 要不直接走 走啊走啊走啊 走那边 有没有上楼的位置 走那边 走那边 所有都是毫不留情的 从以前的那个什么吃鸡 再从那个什么便机 反正就能进很多人的 给我各种各样一段锤 有段时间我都被打得自闭了 那种联机 不会掉装备的 一直都是狠狠的揍我 都没 都没 从来没手下留情过 揍得可狠了 你们是揍完我又忘了揍我的时候了 真的你们肯定是揍完我忘了 又把揍我的时候给忘了 我只有一款叫武侠义的游戏 没被大伙怎么揍过 玩家在右边 玩家在右手边 就他一个人 就他一个人 他一个人 他一个人 他搞了个构火 你怎么突然声音这么小啊 听不尽了 我拿着呀 我拿着 我拿在手上的 我已经把它装在小格子上了 这里应该都死了 不是被那个谁都弄掉了吧 就那弓箭手弄的这些人 没有 武侠一是一开始很多兄弟来找我 想捶我 然后被我揍了 最后屈服于我的淫威之下 看到我就喊一句参见门主 就像凯南这种同学 你担心死掉了 你头上怎么有这么大根箭 要不放个篝火吧 直接放一手吧 我这放勾火速度还行 没有很差 对后来凯南给我找露灵资许 好像挺慢的 到现在才放到80% 我准备坐了 坐起来坐起来 狠狠的回一波 状态拉拉满 技能拉拉满 起灭 黑松花就两小时呀同学 我不能把这两小时来回反复放吧 那也太过分了 我这加力量呢 你这加什么 我这加物理力量 你刚刚不是一米接的吗 我不要 我不要这裤子 给你 我扔地上了 裤子我扔地上了 我要直接的力量 直接力量效果比那好 我知道 物理力量它不加血量呢 力量好像又加血量 又加护甲又加那个 力量全加 哎 对 有个保全怪 有人就打了 算了 我把裤子捡回来吧 裤子裤子裤子 那你拿着 我不要 我不要 我没格子 干他干他 干他 肯定往前走了 还没干吗 追他 他这会儿应该跑远了吧 那你狠狠地追 我肯定不会踩到了 我这里已经熟闷熟路了 我并不会踩到 我这刷了个女人 我看一下 这个 噢 等等等等 我这里 你先上你先弄他 这个法师 你先狠狠地弄他 你背后有人 你背后有人 能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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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在我这 在我这 法师 我走的方向 出来了 我对的方向 走法师 你杀到我了 没办法呀 王队王队 你背后 你背后 完了 我套盾 哎呀 你别拿这个灯枪啊 我一直在这里来 来不起来 啊 你们俩全没了 什么情况 他拿了东西 我没办法打他 他拿着书跑太慢了 我帮你运回来 你要拿两个吧 直接按一个 我就拿个书 就行了 我应该没结束 你就一个书啊 我那个书好像也不是很好 你可以提起输送是谁的责任 刚才有没有加书 我刚有加书啊 为什么不给我套 我没有 我没有给你加书啊 谁知道你拿这个书 我给自己一直套盾呀 不是你不要给自己套盾 套盾只有20点的伤害 人家青龙刀 鸟汤就基础就有30多 能减速 你为什么要套盾呢 拿书有35的减速啊 你为什么要拿书 而且你还说铁甲 你不能收拳弄吗 我我我不来 我找死了 什么几步的 我一直在帮你打 你不给我刷一口 你刷两口都空了 大爷 你确定是空了吗 脸上脸上有个字 我第一刀给你套完盾 你就被他砍了 我没有门走我吧 没办法了 那小熊猫装备我拿不了了 小熊猫你装备好吗 一百一百 你也没说帮你拿啥装备是吧 装备不行 有手势吧你 有一个小链 你就有一个小链啊 没什么其他东西了 没有 我听他俩说了半天 我没听明白他俩说的 啥糟了 哎就是简术 大家都是冻家 你爱一个是能跑的 你怪我确实 一节没长得很好 我应该给你一个加速 让你直接滚 啊换人 冻着你的项链是物理伤害界面和力量吗 应该是 没事你拿着吧 我拿不了 你这三个东西太多了 15块钱给你 行行行 你人呐你在你在那个 你在牧师 你在巫师 你在巫师是吧 对对对 我给你 你还有些什么东西的 我就我就没了 我就那个 你就三个东西 两个力量的那个吧 啊 你不要给我东西了 我拿不下了 那我给你一个这个吧 这个用的 我不知道还能用的 我蓝药给你 蓝药很多 你给我干嘛 我都给你了 我都拿不下了 我这我这职业不吃蓝药的呀 那你给我干什么 你身上不是带蓝药了吗 我身上那个是 兔子自带的 那个没办法 打架的时候没时间吃的 小熊猫损失多少 没损失多少 你俩总结下来 刚才的配合问题 说在什么地方 都有问题 都有问题啊 都是有问题的 其实 他应该数据跑的 我应该给他加住的 让他走位 好家伙 或者加自己 但是我 我怎么感觉 你刚刚一直在给自己加住呢 对啊 加了盾一加蓝 你都绕出去 他 我肯定不跟你加蓝 他只有25的伤害 他不会说 额外的伤害不会计算上去打 会计算上去打 你就 反正下次你就 就意思盾是不能叠加的 就加一次就够了 对吧 没有盾消失了 我就加了盾 就是意思就是 他那个盾 他只能承受25的伤害 然后那个 错了 冬子 我就加了一个盾 其他都是蓝 那你那你肯定给自己加保佑了 没加保佑 那学不上的 冬子 你有没有可能 我跟你加了三次来 那你奶到过几次 不然你早死了呀 把你早死 奶到几次 你从吧 他就看到我一岛 你确定一次没来到吗 不是 你奶到我几次 我就奶到一次 我就抱了一个盾 两个来 一口 两口 不然为什么我死的时候 你血是这么多 我来总结一下 冬子的意思是 小熊猫感觉没给 怎么给他加血 对吧 冬子是这意思吧 嗯 小熊猫的意思是 小熊早在侧门就死了 冬子 没有人 我出来了呀 我后面 我按一个是出来了呀 你出来了 我跟你套 你后面 后面甩身 就是出来第一口没加到 对不对 然后里面那一口没加到 哥哥 第一口是盾 不是来 后面再一口才是来 OK OK 反正我血没加满 肯定加不满的呀 他一直就得后面砍 他就砍到我一刀 行 你说得对 你说得对 总结就是我们刚才应该 屁额上没有弄好 不然的话应该是 网美的吃掉他们 嗯 他们只有两个人 当时是 他们是一战一法 就两个人 对对对 对吧 没有慕斯尔好像 嗯 轮轮到谁上了 那就 东子一个 你给我再来一把 嗯 来呀 东子 为什么你先前往侧门走呀 东子 灵气啊 那没办啊呀 你不往后面走呀 那个 那个 你是素食 那还有个兄弟呢 你问我这边 有没有弹吉他的 卡比不在 银子 银子玩不玩弹吉他 那我弹吉他吧 啊 他们可能马上就要第一赛季了 东西东西搞不好 马上快失去了 一想到这 这是装备随便丢 有什么关系 我已经去拿 带上 玩嘛 装备随便丢 有什么关系 玩嘛 就是 就这个玩儿 谢谢冰狗班狗 感谢布宏 谢谢卡卡卡送的交易 感谢三轮车送的交易 其实这个单机游戏板块啊 单机游戏板块跟其他 其他的这个板块 感觉都不太一样 单机游戏板块 大火熟知的主播 说实话 完全没有出过任何一次 互相伤害的事件 完全没有 从头到尾 完完全全都没出过这种事情 就大家自己各忙自己那一块 自己弄自己的 确实也没有说 最后到最后 从骨至今 从盘骨拍天 开天辟地 斗鱼平台形成 到现在为止 从来没有单机游戏 主播互相合作过的 没的 串门都很少 你不像人家 英雄联盟的主播 来往很勤快 来往的很勤快 串得很奇怪 但凡有个什么 就好几个人一起串一串 咱们这个就是单打独斗 全是单打独斗 就自己种好自己那块田 结束了 为什么 就因为带机游戏不联合 不是啊 就是 大家也不互相伤害 也不合作嘛 就这样嘛 安连不用带头 走起来 走起来 带头 那我好像有个好头 我要不给他吧 我有 我带了 我有一个权移属性 1.4最大生命加成 是不是比你好 我的指头 你什么属性呢 要爆出来 属性要爆出来 第一个是加血的 第二个是真实魔法伤害 第三个物理解冕 真实魔法伤害加血 无理解 侨证应该挺好 兄弟们单机游戏没有联机的嘛 这会儿单机游戏联机的不一大块嘛 分分钟有各种联机的游戏 各种玩 太多了 太多了 就大伙都是跟自家水友一起玩 主播之间不来往 就这意思 国产之光完了没有 完了 肯定完了 那能不玩吗 其实我在跟现在直播间的老水友多说说 我刚才早上的时候我看的不细 刚才那个不是把那个录像拿出来看吗 我看的很细 我看到里面很多瑕疵跟缺点 看的细的时候我看出来了 瑕疵缺点有点多 你不给他东西吗 喂 刚才看的戏的时候我发现好多好多缺点 就物理碰撞甚至于有点不太对 啊 真死吧 活的 这不是死的 巨昏一刀把那骷髅都砍爆了 我的 我40点一只 我只是看但是我没玩 我得玩上了之后我才那个 你30力40一只啊 我32的力量 那你不天下无敌啊 你岂不是这个游戏里的大boss啊 他说他40一只30力量 这你让不天下无敌 哎那一刀真的 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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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一刀毁天灭地 我 我还128去 你这一刀毁天灭地啊 这boss呢 他不免在地毫 oh小儿子 你砍他 你狠狠的砍 那他怎么一直在瞬移 我不知道这Boss是会这样的 我不需要加血 我就硬干 我不需要加血我硬干 那东西只能自己实际玩上了 我才能说他到底什么地方有问题 有可能是他棍子 不是他刚才的角色 就这猴子跟那个怪物 互相快要碰到的时候 会有很奇怪的这种弹出来的这种 谢谢LC送的鲜花 给他谢谢LC送的教育 试完我看过一次没有人说的 说这个就他说的那个 第一个是真数 第二个就是打起来的时候 有些错位这样 有产生错位的情况 可能就是制作的底子 制作底子没有那么扎实 说到这上面我想起了那个恶魔之魂 恶魔之魂那个底子太扎实了 太过于扎实 中间这条道 刚才他们就义的地方 这游戏肯定是国内第一了 但我感觉还是有问题 他没有完美到可以爽吃十分的地步 还没有 这个是什么时候挂的 我刚砍 整整一年时间 希望他最后拿出来一个满封拿卷 就心里最大的愿望是能他是这个黑神话悟空能够拿一个2024年的年度游戏 我没说给他搞八分 我说他 如果我有说过他给他搞八分的话 那就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游戏太简单 他扣分扣在游戏难度太低上面了 我就觉得这种游戏难度一低 不太带劲 扣分原因难度太低 四宫格是这样吗 这儿是四宫格嘛 看着有点像 对啊 我对外都说这游戏给他打十分啊 我都是这么说的 目前看起来难度真的很低耶 没办法耶 难度太低了耶 我是不知道大伙为什么觉得他看着挺难 我这看着感觉太简单了 我的天哪 那猴子三个法术技能 各个都很都很强 对吧 能还且能轮流用 再加上有个变身 这游戏能难 你光是吃CD放那些技能 感觉都能把Boss赖死 真的简单 有蓝条的 有蓝条有怎么样了 蓝条你只要进行完美闪避 它就会回复的呀 它里面的机制就这样 Boss快砍中你的一瞬间 你闪避掉就回蓝条 Boss赖清掉 箱子开 没人拉 进宝箱乱开乱耍 在这边在这边 有人有人 我听到有人加Buff 要加速Buff 那你先吃个 你那个都不吃了 你这么闷会 你别这么上来 你是真的闷会 我刚飞回来 我看我吃到 他死了 他死了 不是你吃上Buff 你为什么不喝个蓝瓶啊 会 你 你没吃蓝瓶上的呀 你 真的聚会 你是个那种就是 什么感觉你知道吧 你应该 这法师装备这么好的 这么好的装备 拿我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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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呀 聚会的装备好的 我估计他就是太出镜了 得得得 先别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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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东西弄完 等会我们再总结 开庭晚点开我 请最好也少谈 因为摸东西要摸上一会儿 我这身装备给美兰东 美兰东嘴巴都笑歪了 我的 有人开门 有人 有人 还有 大加速有吗 加速已经加了 已经加了 这哥们吃我这么多刀 这哥们吃我这么多刀 他身上运了也不错 你随便拿吧 没人打我装备 我想回去给你拿点 我想回去给你拿点 刚才战斗了也 让阿年拿 我估计他的手势 自作是自能 还好 手势就一个好的 他死哪了阿年在 在哪打 好像在这边 就你们现在地图 不是这边吧 边吃药边走吧 我都不知道在哪 我这我这我这 看我的 看我的小头像 来来来 我这我这 你光聚魂套一下 聚魂尸体我走呀 我要加口血 不然我死了 就转角的 你把他脱干了吗 那两个 我套了一个 我得10克 我还在这 我还得10克吃血 这个不是聚魂 我们得进圈了 就这个 就这个 你拿着下个拉 我在打怪 就那个门边 过来过来 就这个门 我来看我来看 你走吧 你走吧 你先走吧 你拿得下不了 拿不下你就走 我帮你拿了一点 你走你走 我帮你把门开我赢了 你自己有门吗 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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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有门吗 有有有 我走了 还有要拿的吗 走走走走走 别管了 没了没了拿光了 差不多了 莱宝兰东 法师这交易给你 OKOK 那把剑没拿 那把剑你觉得可以吧 他加两点圈属性 我想拿的 我这塞不下了 我也想聚会那边都是篮子纸的 怎么办 他那个书会比剑好一点 他的书我拿下来 没有摘下来啊 没摘下来 那个蓝品的 格子太小了 我应该把血瓶扔掉一点 我这没弄好 这个蓝品好像 基础就能卖两百斤 叫苏鸣啊 什么东西卖两百斤啊 哪个 就苏 那个苏蓝品的苏 只要是蓝色的苏 对对对 我点错了 知识穿透 这件是他的 全一属性衣服 你能穿的 它的是紫色的那个 然后有个鞋 OK 应该没了吧 有 这也是你的 法术 诶 法术上线 你好像是没用的 对对 法术上线给墓子吧 看哪个墓子上来给他 足智多谋生命值 法术上线你好像没用的 对对对 那就那就是这三个了 他手势全是垃圾 什么足智多谋生命时间 这个给你吧 这个我用不了 这个也太差了 竹子多谋攻击速度 竹子多谋最大生命值 有点拉垮 我错 给路易斯拉了 给路易斯留了 给你给你给你 也塞不下 他这好像怎么塞都不能放下披风了 披风不能狠这话 对对对 路易斯没这么总归给你了 他这没再给你谋算了 OK 巨婚 巨婚你的戒指是意志敏捷真实伤害 这是你的吧 对 这戒指是你的 给你 紫色衣服是术实的 这巨婚的 巨婚术实频道版 你东西再给你吧 哦 紫色衣 紫色是巨婚的 这个衣服是巨婚的 他说帮他拿 鞋子也是他的 然后这个戒指是他的 还有东西吗 没了 你项链应该是那种紫色的吧 忘记了 好像在安年那 这应该都是你的了 刚才掏少了 其实那引用试人身上也不少货 掏少了 没搬出来可惜了 不是我就说巨婚有一个点 他为什么不吃个蓝瓶上 他走上去就是 啪哒一下人就躺地上了 一瞬间 他刚才啪哒一下 一瞬间直接躺在地上 我在想他为什么不吃个蓝瓶再上呢 因为他走上去还有一段距离 然后我就看他就裸着走上去甩了一下刀 好像也没批到人 自己又死了 批到了 批到了吗 你批到那人不是应该一命呜呼了吗 你确定你批到了 一直批到的 但是那个人没死到为止 他身上有红色 你很脆的呀 看到了 这巨婚是个大脆货我的 128血我的也没什么用 我项链好像背轮透了 你项链是什么样的吧 是什么样的 走看啊 我这里有一个什么三饼结的 是你懂的 我是三力量一点全速度 那应该是没拿 不知道 应该会吧 拿应该拿了 我看他没项链的 我刚刚看他身上只有一个戒指 然后我就拿了那个戒指 我看云哥那是没有项链 我有一个没有项链 二力量三移动速度的 那想到你应该就没拿 没有我刚看云哥那是拿的呀 没有项链的 没有项链的 没有没有纸的项链 没有 包里确实没项链 没有纸的东西 我的 没有蓝的 没这个项链呀 碰到一次外挂 药都是剪别人身上的 刚才药扔掉一些就好了 确实身上药品太多了 导致于剪东西减少了 剪东西减少的原因 是药拿的太多 全是药品 这两项链挺多余的 说实话 现在剪的两根项链挺多余 那送巨昏跟项链吧 两力量三移植 送他一根算了 啊 这么好的 送你这个吧 两力量 两魔法伤害 再加四点移动速度 这个送你吧 这个项链送给旧坤吧 那干脆交易一下吧 这三根项链都给你吧 把这三根项链都给你吧 好像都都是你这种职业用的 我怎么突然包里就没啥货了 这三根项链送给年软链送给年软链 竹子多磨 移动速度 法术上线 这只有牧师能用啊 哦 你这对 到时候牧师就给我 走巨昏给项链也给你吧 项链 感觉这项链给巨昏有点浪费我的 啊 不是 他这职业用这项链挺浪费的 你连个篝火都放不下了 我干妈呀 谢谢运哥 我也不能白欺负你啊 巨昏 没有 人家压力家里养个小宠物 天天掳他 最后告诉他 你的猫粮没有一颗是白吃的 你的什么猫粮狗粮没有一颗是白吃的 欺负人总归也是付出代价的 啊 巨昏人没了 那轮到谁了 谁上 我死了呀 谁上 说话 那我又来了 那老道吧 老道跟小宠罵吧 给老道玩一把 老道玩一把 下一把你来 你现在法师装备应该挺强的 弄两颗飞弹塞在他嘴里 老道你是哪个是318吗 对318 好几天没跟老道玩了 不知道老道变强了没有 我好几天没玩了 好几天没玩了 为什么你羊了 我没有 猪蟹得一下 我听闻人 真的很难找 很难 好 我得迫不及待了 感谢睡觉是人家理想送的小皇冠 你俩都在准备装备 我弄好了 我拿点点 你倒贼要打主牌啊 他不是要掏银币吗 主播帮帮忙 你怎么老是塞满呀 为什么呀 你是不是只玩一个倒贼啊 仓库太小了 倒在准备什么东西倒 我拉满了 拉得特别满 这局是你有史以来最猛的一局吗 最好的一套 我要见识一下有多好 哎呦 哎呦 怪怪 这么多力量 哎呦 193 这么猛的 卧槽真身装备快跟我差不多了 我的个鬼鬼 再加个属性 直接就 扑200了 哎 这好像掏道尔比掏谁都肥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能说出来的 这不感觉掏道尔比掏谁都肥我 我之前最高记录上过57力量 但都是绿者吧 走开起来刀 刀 刀这波有点有点太狠 太猛了 这已经不是我认识的刀了 跑到这吧 就是很这种 不一定的啊 这游戏不一定的啊 这游戏有时候很奇怪的 到这两斧子已经展现出他的实力了 有可能跟我那天玩到一样 有时候会遇到很 遇到外挂大就算了 我是说他会遇到很厉害的 走中间 他有可能遇到很厉害的这个 同样穿装备很厉害的玩家 中间弄完吧 哎这没蝙蝠房啊 好重 好重 哇塞 刀锁过之处一辅一个 我的天哪 吓着我的刀 锁过之处一辅一个 我的 寸草不生 啊 刀了好我 他的箱子本来就开的 啊 这箱子里这么多东西啊 啊 有四件床备 我奶妈有床备 四宫阁呗 那就四宫阁呗到 进四宫阁乱啥 到现在很着急啊 非常急的要遇到对手 大副早已 对大副早已继可难耐 到我这儿好像有人 我这儿有人到 真有 我忍不住了到 我加速还没加呢 加到了加了加了 我这儿我这儿到 我忍不住了 我忍不住一点 怎么还去了 脚步神听他脚步神 我加速一直加的 我听不见他脚步神了 我确实看到他往这儿 在我这儿在我这儿在我这儿 在我这儿在我这儿在我这儿 忍不住了到我来 快 刷少一 爽他 有个马头 管他有什么 看了再说 什么情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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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全指的道 他好像比你厉害 我 他比你猛 他有个木丝道 不能怪你 轮到我了 拔了我操 完了 我不要拔了 连个人都没有 不是他身上有个盾 吃了个蓝瓶 然后那个法师又给他加了个加速 加了个隐身加速 又加隐身加速 把年子给直接秒了 年子秒完回头砍到 然后我去砍他也没有 我必须得看后排 必须有个人砍后排 糟了 那刚才法师两斧子也没砍掉 到最强一波 糟了 刀的最强一波 刀怎么跟我这么多啊 出事了呀 不过刀好平静啊 他居然没发出大喊大叫 要是我的话早就爆炸了 哭出来了 直接哭出来好吧 当场哭出来 这能不哭的 这能不哭的 这忍得住的 老刀刚刚上去的时候 蓝盾已经不见了 你是故意的是不是吧 是这样吗 我没注意啊 就是你放的时候 他那个 他蓝盾刚好消失啊 对对对 时间刚好 本来他两斧子 绝对砍死那个战士的 他那战士无论如何 两斧子吃不住的 这下糟了 那对面的战士嘴巴都削歪了 我要是到的话 我直接就关机 直接睡到床上 闷在被子里哭 还行吧 准备本来就打过来的 没了再打的 心态这么好 拉斗 这一次就是这样 真的心态这么好吗 想过去哭出来的 这心态这么好 拉斗 不会到床上哭出来了吧 这没什么的 根本没什么 好几天没打一下子 损失这么多 股票跌的厉害了 确实多 说实话我有点难受 鸣哥我给你戴个头盔 你难受 我今天一把都没有出来 我已经送了五套装背进去了 闪了你师傅 我送完牧师送 素鸣又死了 我差不多呀 我也只出来一把呀好像 我好像也只出来一把呀 差不多呀 我刚说了句话 我说有时候他穿了好装备 然后里面会遇到一个 穿的装备很好的人 我刚说完我 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我的 有点离谱了这 那屁股侠玩 玩蛮子 谁玩 谁玩之了啊 谁玩 要不 二年再弹个琴 弹是能弹 装备一般般 你这个弹琴的不需要装备的 要什么装备的 没事的啦 混就完事了就好了 那你叫屁股侠几号 就屁股杀 就屁股杀 你比到的装备还厉害啊 嗯 这么厉害的 又是最强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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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 到那波真的挺厉害的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对面一个人 看我们三个 不过那个法师给他属性拉满了 对 先给大家火焰斧 然后加速 然后隐身 然后背后 我知道年子要被秒了 我知道的 因为我看到那个法师 是放那个法术 但我也素手无策 因为我回头打他的话 估计 怎么说呢 如果反过来想回头 跟到两个人一起打他 说不定能把他秒了 但我当时的想法 我看到那个法师 法师离得近 我就先砍法师了 要么就当时 我们两个去把他后排秒了 对 就放到年年 年年就卖掉了 后排全秒掉 然后两个 二打一打他 对 我和你应该同步的 没了就没了吧 无所谓 这装备没了再来呗 先来放平点 没了就再来呗 再去拉呗 你看我每天一套装备 超好开心 我今天 我今天也丢了三四套了 已经 我只留了我那个 蓝色的半套了 我应该先把法师 跟牧师全弄死的 但我真的有点怕刀 砍不过他 所以我回头 一看 倒背他两腹子弄死 我马上回头 我想他应该掉了血 回头就跟他砍了 结果血亏我 他刚才那个阵容 法师跟牧师 基本上不穿装备好像 那法师基本上是没装备的 那法师基本上是没装备的 而且手上还有那个火焰武器 光看一下我的装备 你不是说你全力吗 我不用看了 我等会等你万一你不信 就不信嘎了 我就把你身上右键全点掉就好了 万一你不信嘎了 我说万一啊 把你带回去 刚才阿道就遭遇不幸了 你要打架就得走中间 走旁边打不了架 走旁边无架可打 走中间才有架可打 哎呦 哎呦 扬了 是扬了 扬了 扬了 嗯 聚混的术士和 和冬子的 和冬子的法师都没什么损失 损失的是小熊猫和阿年 阿年损失惨重 老道损失排行榜第一 目前老道 老道憋了好多天啊我 老道憋了你身装备 估计比我那战士 两套装备还有太多 老道是今天最惨的 我估计老道应该 老道你等会有报仇的机会吗 完了老道人不见了 我还有一套 你还有一套 我以为你被打到床上去了 老道又拉了一套 还有一套看家里的 真的我一度以为老道被打到床上去了 四公格四公格 大干一票 但那个刚才打你的战士 我看他力量就37 他力量也不高的 他附加伤害高 然后他配的那个队伍为他服务 他是木法蛮呀 木师法师加一个蛮子 他那队伍为他服务 这里大概率马上就能打上架了 我有感觉 我先把这路都开好 等会打的时候爽爽快快的 我去吃鸡弹去了 我先把这路开好 吃鸡弹去 路扯木开通 随之随地准备大干一场 好 怪该杀的全杀完 路已经理清了 右上角123456 发生过血战 这里居然没人来很奇怪啊 那一路向南再往西 咱们打了什么服啊 看看 咱们打了什么服啊 咱们打了什么服啊 新加坡 我没打服啊 他打的什么服啊 我们一直在新加坡吧 是在新加坡 没换 新加坡 这怎么这么黑啊 这里啊 你别往北走啦 那边不是 没必要走那边了 这边还在打着呢 我看看哪边哪边有架打 这里是不是那个战士跟着别人 好像是有架打的 就正对面 正前方 看怪跟着那走 有吗 没有啊 那就关门啦 那绕下路啊 那绕下路啊 从上面绕过去 那边有boss的 我们近战打boss 要吃点 要掉点血吃点亏 里面带掉的 我这有个掉队 直接啊 这前方这前的 那打背后 背后是菜B 我上 看装备 我就看到了 装备是菜B上上上 爽他们 哎呦你的斧子砍的老爽了 哎呦你的斧子砍的老爽了 喜欢关门,你们一地区也都没扫啊 没办法扫去,两个菜逼啊,我说的,我看到他两菜逼了 这两个人老菜老菜了,我很远地方看到他们装备老菜了 好像是能拿一下,但是我那加力量的,还拿一下吧,有抗性 你带着吧,要不就 背后刚才我开的那个门呢有人呢,就我面对背后开的门呢是有人的 那怎么说啊,砍他 砍他呀,进来就是砍他的呀 进来就是发现你的受遇的呀 他这会儿应该不在哪儿了 换条路吧,最后再看看吧,他这会儿应该不在哪儿 有人,有人,我看到他露出来了,人 又露出来了,我认不了了 又认不了了,当心他上夹子,他是个猎人,当心点 我给你点个灯,上他 他跳下去了,你回血啊,我帮你守住了呀 你不要再往这儿晃了,你回血就行了 我不动了,我就在了 三个盗贼,三个盗贼,三个盗贼组 你捡他东西要来,我帮你看着 有两个盗贼在那儿奔来奔去的 你叫的也太惨了 哎,这个速速万一还可以 你快拿呀,拿完我们就走了 我保满了 那我看看,你先回去保护他一下 你回去保护他一下,他容易被人秒 他太容易被秒了 这他装备还可以的,只不过没卡住衣服他了 有点可惜 我,我得添点药 我两瓶都喝完 呃,全是大鞭,我一个都不打 衣服还可以 太大了 哎呦,我没什么东西 盗贼走走走回来了,别拿了 两个盗贼都要射你 算了 你已经大惨了,别再拿了吧 我给你这两个血吧 你这太惨 太,太 被人家打得太惨了 拿好血喝血吧 这对面W有人,已经开药 哪里,这里吧 你往那边走,我喝上了,走走走走,你往那边走 正前方吧 应该已经走掉了 完了 有个加速弹一手 我在弹,我在弹 弹上了弹上了 弹上了 你開門 把這攻擊手批了 一虎子批他把溫上 我讓你混 喜歡射箭是吧 我沒有人 一虎子批 一虎頭的事 亂批我 亂殺 我讓你事多 我讓你找事 我讓你亂混 我讓你追殺你 我讓你追殺你 好像沒什麼好東西 大熊鬼子 大熊鬼子俱樂部 沒事我再幫你補個恐懼 雙恐懼 我穩著弄他 我這有人 兩個不是一個是一個boss 我退了 我退了 開門直接撤吧 我開門撤了 這門不夠吧 我這有個煤 我開門了 你能走嗎 我要死了幫我拉一下行嗎 你直接進 我怎麼直接進了 他在衝我 那我也走了 我怎麼直接進門了 我想自己拉一下門 那兩個兄弟都直接走了 沒有 這賊的屁股換個臭 進不去呀 他這個位置卡住的門也是背對的呀 進不去呀 對不起 我看錯人了 那兩個怪從那邊繞過來 我幫他們拉了一下 然後我去前面開門 我進不去呀 我拿什麼東西打boss 我又不能秒他們 兩個人直接走了 我也沒辦法呀 要不我再給你帶個頭 不是這也怪我嘛 我一直在保護隊友在幫幫打 然後怪也過來 然後人就直接跑掉了 他們都是滿血 他倆這個屁肌是滿血的 那個阿年是因為狀態特別差 也沒血平 這也怪我吧 我從哪兒繞 前面都是死路 我從哪兒繞 是我看錯了 這隊友完全不幫忙 這也怪我嘛 這我一點辦法都沒有啊 我準備在那邊頂著開一下試試的 然後確實不行 那邊正好兩位還被卡住了 不是繞過去那位置被卡住了嗎 進不去呀 這我也沒辦法呀 我說我這裡有個門我開一下 我再給你帶個頭吧 這次給你帶個好一點 我不需要頭不頭的 這頭不頭對戰鬥一點幫助都沒有的 那不來了 我需要的是隊友能夠跟我配合一下 我 那地方走不掉的 沒地方走的 算了 打都打完了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事情都發生了 過都過去了 那還能怎麼辦 那旁邊的側門都是一樣的 開那個門和開那個速度是差不多的 主要是這個角色開那個傳送門不知道為什麼這麼慢 好像要法系職業開傳送門速度才快 我背後左邊右邊各是一扇門都一樣的 前面還有第四 還往圈外走 不是我那波是想支援的 然後看見了阿年 然後我說 你快走快走 然後那個開門的原來是阿年不是你 我以為你走掉了 然後剛好那時候阿年喊了就旁邊有盜責 我以為阿年死了 所以我也要跑了 我一個單手斧怎麼帶破門阿同學 你這遊戲開始胡說八道了這 單手斧怎麼帶破門了 單手斧不能破門的 你不知道嗎 這是遊戲裡的基本常識 只有雙手斧帶粉碎才能一下子把門劈開 單手武器帶衝擊 砸門砸一百下都砸不開的 三百斤直接把門撞破了 三百斤 三百斤 四邊不防 很近 走過去就到了 兩百斤 四邊還要到了 五百斤 三百斤 三百斤 你應該要到封面的 一步 一步 Mai 二步 第二步 這會兒想見一個燈籠沒撿到我的 魚人 難得不出燈籠的 他這個編霧房也沒跟那個什麼肥房連一塊 造型有所改變了 我這還能白打個boss 那個彎上去樓梯白打一個boss 這裡沒有彎上去樓梯 在這邊吧 是不是這邊上去 算了早點人錘去吧 不早人錘對面有個人對面有個對看到沒有 咱們從右邊過去看不像 開這個門然後左手邊就跟他們相遇 是這樣的嗎 是 但這裡要再過去一點 先把這個清掉 把這清了 好回家狀態馬上要戰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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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遇不了算了要不 那就是 相遇不了就算了 有腳步伸 他們就在隔壁 就在隔壁 那走樓下過唄 從這裡過吧要不 那裡不能走 那裡是個boss 剛剛就在我屁股後面 從下面下面 這裡有個下面的地方繞過去 好好好 合理合理 衝衝衝 我收上我喝上雷 我忍不住雷 我又忍不住 等我 不在不在不在 在在在在摸東西 我來了 等不了了已經等不了了 等不了了已經等不了了 那我全裝的還是回復吧 裝在補上的嗎 雷 披骨架 你一個人有點遠 沒事沒事 他們是分開的沒關係 屁股架可以送 我繞過來了 等妹有個弓箭手 沒事的呀 就搞他弓箭手呀 就他一個人呀 他沒路了呀 他不知道走哪 他也加速了 我给你加速了 他得开门了 屎给他砍出来 想给他砍这个故事下 他好像大穷鬼子 他有东西的 故事来了 前往老子来了 我也得先把他掏了 找你 硬砍硬砍受不了了 什么boss 我让你 刚刚剪完他身上所有的药品 忍不了一点 脾气大得很 换嗓了 脾气大得很 忍不了一点 好回去再爽他的牧师 他牧师刚才在对面 他跟他分开了 确实得去鞋对面 鞋对面确实得去 啊 哪边有个他队友尸体啊 有吗 应该有 他刚身上有金刚 哦 那牧师应该捡着他队友装备了 有鬼子 屁股下杀疯了 连法师都傻 这么凶的 哎呀 你胆子也太大了 吃个灰血了 吃个灰血了 吃个灰血你也得吃一口血 你这 掉了一大块了 后门还是 下妹子有 有脚步山 有蜘蛛就别管了呗 咱们走右前方呗 到肥房去 你下去啦 你下去把蜘蛛都砍啦 我的个妈呀 我做不了 哈哈哈 你看到所有东西 你都要砍他 哎 我连宝箱都给他砍了 吃个血包吃个血包 刚才那人身上有披风 绝对不可能 披风那个跑掉了 我看着他跑的 看着他跑了你看 有下留下断后 只要动的东西 他都砍一个 哈哈哈 这有人在追 那个蜘蛛 那个骷髅是从那边过去的 骷髅这条路 左左边 我杀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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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揍我屁股枪 你卖血 喜欢抖 喜欢抖 发射 上一个红箱 屁股枪 我再退 我在侧面 帮我屁股枪 我上了 我给给三个小 我看他们平了 我没装备 屁股枪快救我 我捧他了 喜欢砍 再来一把 我全都是 给我吹个 我给你 哎 怪怪你们今天要怪 我再吹 激情失色 我這波砍出氣勢了 臉上的通火啊我的 鑰匙啊 三弓箭手我第一次遇見啊 我要放篝火了誰放的快一點 我放的快一點給我 來來篝火範影放一塊兄弟 篝火幫忙放一下 三弓箭手第一次遇到我 這三個臭皮匠一樣的 50了有腳不伸 有腳不伸 我給你放了放好了 我做了我做了我做了 讓屁股下去觀察一下 沒有我沒打到隊友 我看他的我跟他背後 他砍的時候我從側邊跟他一直在砍 我記得這裡還有個 有腳不伸好像有嗎聽錯了 撿的怎麼樣撿這麼久啊 他身上什麼東西要撿這麼久啊 我撿了點那個財寶 財寶他們身上還有的 攻擊手身上好加 2%物理加成 治癒魔法 應該挺乾淨的了 背後背後這裡 能發槍 上了 我又上了 我現在狀態很滿 我藍瓶河上了 你把門砸開 我後面補個恐懼 怪根本不用管 這後面怪有點多 你跟著走就行 你不能管 一斧子把屎給批在褲子上 人批到門裏面去啦 太狂野了呀 要傻 我去找門啊 直接人給批在門上面 我得怪怪 再找一個 這裡有 我在有兩個門 太狂野了 這太狂野了 你把這邊門開了 我去跟阿年走 真的太狂野了 狂野先鋒 我的後面有一堆怪 哦 來了 我來清掛 勇哥你走吧 你開門 沒了沒了沒了 我走我自己的門 不用管 我自己肯定進得去 那我也走了 你們走你們的 我走我的門 你們別管我 這波我要死了 我就是狗 時間被趕在門上面 哈哈哈哈 太狂野了 哎呦 怪怪怪 上個弓箭手那波有點危險的 有點危險 有點危險 老刀看了切磨啊 確實滿切磨的 這不同的 大家 那個都是搞一套 全充的裝備 對 對方裝了差不多 150應該有 這老刀確實羨慕 說實話確實羨慕 誰看了誰不羨慕 人都砍到牆上面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人直接砍在新的牆上面 哇 藍藥 我藍藥打完了 藍藥我有 我可以給你帶 紅藥我沒有 唉 至於魔法 這太難受了 至於魔法 太難受了 至於魔法只有奶麻藥 太狂野了 這 我想拉死了 要不我換給人第一把 有些人一激動一興奮 他就要拉死 你就這種人了 我晚上吃太飽了 剛吃完現在說你有感覺了 哈哈 那哪個兄弟先來吧 冬渣 又不住了 啊 我來吧 我來吧 冬渣 有沒有看到熱血沸騰 哈哈哈哈 那沒辦法 心無來啊 這 板子沒練 一路砍到蓬萊 去蓬萊動路 追著人一路砍到蓬萊動路 追著砍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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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度冲锋 那戒指上面加两点治疗的 那肯定是牧师好一点 牧师也需要搞力 所有职业其实都需要力量 所有职业都可以要力量 力量是百搭的 但下面治愈不是百搭的 我拿那两点治愈太傻了 不如把它扔到牧师营地 换个那个的 换个一粒加其他属性的 冬子不是辅助啊 冬子打辅助的话 要带那个火焰斧 冬子是 你有火焰斧啊 我自把带了 你有没有玩过法刺啊 就是法师做刺客 我带了水晶剑的 水晶剑做不了法刺吧 要匕首吧 可以 要是带那个的话 带带带匕首的话 要换那个 完了 掉大雪 冬子人没动啊 我来吧 要不 我看他们 冬子人没动 我去上次 从南面走 好像走这好一点,这边的路干净一些 现在感觉这一次,这个这个城堡里的结构变多了 对,城堡里各种各样结构都有了,之前城堡好像结构没搞这么复杂 这个游戏卖两个价格,35美金或者50美金,桃花版50美金,普通版35美金 这折合出来了,200多块钱,哎呦,我大意了 什么地方在打我,哎呦,糟了糟了糟了,完了我没带灯我的 要给你个火把咕,火魔黑把他披掉了,地上还有只蜘蛛 大西,这太黑了,实在太黑了 好玩50美金,50美元,大概350块钱吧这样 右手边是四宫格,估计有的一打 四宫格开战的概率很高 我先打开四宫格了,准备战斗了 没拿到那个呀,所以灯笼我一直带在手上呀 我习惯把灯笼带手上,就是这个原因呀 灯笼带手上我就不怕了 豪华版,确实没多什么东西,感觉 当他说卖的时候,他说豪华版可以以后,什么新版本啊 说是怎么说的,说火花版之后,完新版本 或者是什么,你背后有人 诶,你别喝药,你就吃那个坛子 我把坛子吃掉了已经 游戏名在画面左上方 我已经放了 我明白了 诶,我给你拿这枝 你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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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拲下 你哪儿 我是左邊玩有人 走去你家瞧瞧 對BOSS王去你家瞧瞧 我這樣吧 有人在你背後在你背後 在你背後人 我給你讓路了 不是 兄弟 我給你讓路了 你為什麼再去前面 你不要在那晃 我給你讓路你往我這走 你讓開我就擋住他就好了 這傻了呀我 直接給他兩下人批沒了 我再吃個拳我上去 上去批了吧算了 這BOSS還往這走 真麻煩 退啊退啊 不是我衝上去看他往回走 我第一時間往後退 我跟他說我退了然後他又走上去 這不能怪我吧兄弟們 把他卡住了 你應該也被卡住了 那我回頭上去看他 應該你走後面 我在後面跟你回頭 人家在後面射弓箭 後面射了好幾箭了 他這雙斧攻擊力應該挺高的 他這雙斧攻擊力應該挺高的 那我得好路 剛才這情況怪我 我沒辦法了 這我沒辦法了 我確實沒辦法 我想法師他當路很快速的演那個 他也可以放隱身 他衝過來又往前走 那必死無力了 開這雙門 其實他身上就是綠色裝備沒了 他也沒什麼東西 就綠色裝備一個57的斧子就沒了 這人等級甚至於都不夠 這隊還挺菜的 是個很菜的隊友 可能落後背了吧 落後背 然後他有一個裸衣 P到頭上了呀 就沒了呀 雙手武器落後背 沒穿沒穿裝備加傷害 P到頭上 這整個隊伍都脱節的 不是說我一個人站在後面 兩個人在前面 是整個隊伍都脱節的 那個當時阿年還在我背後呢 他說那邊有人 然後探出去看了一眼 對啊整個隊伍都脱節的 不是說我一個人在後面 阿年在我還後面的位置 是的 其实正常的打法也不是法之冲的 就是他本来是探探路嘛 但是他探路人还没回来就走了 结果一看对面装备真的挺差的 一塌糊涂的东西 对面装备其实是那么多了 我的口有在这边玩的 其实你看看 我吃点吃点 今天你永久的究竟 这个骑士之符可以吧 啥 这个骑士之符呀 哪个骑士之符 那你 不是你这说半天 又不是我 我一个人在后面 你这一直在那敲着键盘 没有意义啊同学 队友不是从